武逆坟天 第2141-2160章 作者 风橘子 武逆坟天 第2141章 退而求死 作者 风橘子 林队长率先全力出手 话苏紧随其后 鬼物虽然比两人慢了一线 最后也同样全力出手 向着面前的幽冥兽杀去 这三个人各自代表了在场的三个势力 而他们甚至不需要命令 头领的行动便已经是最好的命令 其他舞者也纷纷效仿 本来还留有余力的人 现在也开始全力出手了 正在专注着操控阵法的左锋 同其他人一样 发现了阵法之中的变化 却并没有一丁点的意外 嘴角缓缓勾起 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眼看着阵法之中的舞者们纷纷地全力出手 激烈地战斗在一起 左锋整个人 神情也变得更加专注起来 双手在舞动之间明显比之前又快了几分 在场的唐冰 伊卡丽因为修为达到预期期 所以能够隐约感受到左锋周围念力的波动 段月瑶因为修炼炼药术 对自身的精神力也刻意加以锻炼 因此也能够感觉到左锋周围的波动 念力全力爆发的左锋已经将自己能够调动的念力 完全包裹在了水球阵法之外 如此一来 阵法表面上的任何变化 他都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到 另外 他在凝聚符文的时候 也能够通过念力去控制细节上的变化 如此一来 对阵法的操控会更加准确 同时也会更加稳定 只不过 他们这些旁观者只能看到结果 却无法感受到阵法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变化 此时身在阵法中的人类舞者 与幽冥兽一方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 华苏等人实力彻底爆发出来 三人的巅峰实力 本来就在那七七巅峰 半只脚都踏入到了玉七七了 这一下实力爆发后 马上就稳稳地占据了优势 那些幽冥兽之中 虽然有接近二十多只五阶幽冥兽 可是它们之中 却并没有五阶巅峰的存在 因为本来的五阶五阶巅峰层次的幽冥兽 在追赶的过程中 被左锋利用烽火盘龙棍中 剩余的天火给全部解决掉了 如果凭借数量上的优势 以及黑雾的压制 幽冥兽一方还能够勉强压过人类舞者一点 可现在情况却直接逆转 人类舞者反而强势地展开反击 有些突兀 一声高昂的吼叫声在幽冥兽队伍中传出 而正在发出吼叫的是一只五阶幽冥兽 如果注意观察过会发现 它是在场这些幽冥兽中 实力最强的一个 它的实力大概在五阶中级偏高的层次 如果以人类舞者修为来衡量 差不多是在那七六级到七级的层次 在它头颅上能够看到猙獰的三道伤疤 似乎就是野兽的兽爪造成 而其中一处伤疤正好贯穿右眼 它的右眼已经不在 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眼眶 这只幽冥兽从开始便没有直接参与战斗 而是在队伍之中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到了这一刻 那独眼的幽冥兽终于发出吼叫声 不论空中和地下的所有幽冥兽都清楚地听到 紧随其后的叫声接连响起 几乎每一只幽冥兽都发出了叫声与其相呼应 那些幽冥兽的吼叫声如敲击的战鼓 连在场的人类舞者一个个都感到心脏在狂跳 画素等人还未反应过来 就看到眼前的幽冥兽队形突然改变 本来一些冲在最前方的四阶幽冥兽 突然向着两旁闪开 这种如人类般突然改变队形 让画素等人也愣了一瞬间 接着 他们目中便有着一丝喜色闪过 从战斗一开始 画素等人就留意到 幽冥兽队伍之中几只实力强悍的五阶幽冥兽 这其中也包含了那瞎了一只眼实力最强的幽冥兽 按照他们所了解的情况 这些在队伍中央的幽冥兽 才是整个队伍的实际指挥者 只要将这几只带头的幽冥兽解决掉 眼前这只兽足队伍也会乱作一团 他们从一开始就另有计划 而使用计划的最佳情况 就是让幽冥兽的队伍彻底混乱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会将幽冥兽驱赶得四处狂奔 当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还另外有计划 只不过 现在既然有机会 他们几个当然不会错过 以划苏为首的几个人 还有身后那气中气的强者 都同时动了 迅速地朝着幽冥兽队伍之中冲去 这阵法中的突然变化 左锋等人通过水球阵法 显现出来的影响 也同样清楚地看到 不过也只有左锋 在看到那些幽冥兽 对形出现变化的时候 目中有着一丝冷笑闪过 与此同时 左锋双手快速地操作着 那一道道白雾 却是在这个时候 向后收敛而去 如果有人一直将注意力 放在周围的环境上 会发现 在这一瞬间 周围所能看到的事物 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那是因为在这一瞬间 左锋将幽冥兽 让开通道的一小片区域内 阵法完全给撤了去 随后 在那通道之中 五阶幽冥兽动了 一共有五只 五阶幽冥兽动了 他们本来隐藏在队伍之中 当队伍散开时 华苏等人向内冲来 那五只幽冥兽 也在向外冲去 华苏等人 看着那些送上门来的 五阶幽冥兽 心中都不禁生起一丝好奇 接着他们就看到 那些幽冥兽的兽 能在兽爪上凝聚着 最终爪尖变得漆黑如墨 明爪 在幽冥兽之中 也算是含有的技能 在此时此刻御用出来 可惜华苏等所有画家 鬼家和灵家舞者 都未曾见到过 就那么赢了上去 华苏双手带着的是 品质达到高阶气品的全套 鬼屋运用的是 一只白骨模样的长鞭 品质却是有着 下品灵气水准 灵队长的武器是星号 品质上与华苏的全套一样 都是高阶气品的水准 另外还有两名 那气中气的舞者冲出 反倒是余孝 从侧面想要切入对方队伍中 避开了正面面对明爪 漆黑的兽爪狠狠地批出 在双方正面碰撞的前一刻 华苏 鬼屋和灵队长三人 齐齐大惊 他们的修为 近乎玉气初七 对于危险的感觉 还是很敏锐的 尤其是这黑色的兽爪 他们从未见过 因此 在双方正面碰撞的时候 三人都稍稍留了几分力道 这样也给自己便招留了机会 咔嚓 华苏算得上最倒霉 他最先出手用的又是拳套 与明爪碰撞的一瞬间 他的一只拳套 就直接被切割开来 哪怕他心中已有准备 下意识地将手缩回 可是沿着手腕 一道平滑整齐的切口出现 一只大好手掌 便这样失去 几乎同一时间 灵队长的星号 与鬼屋的长边 与明爪发生碰撞 达到灵气级别的长边 仍然无法抵挡明爪 在稍微坚持了一瞬间后 长边前面的三分之一 被明爪直接斩断 星号同样被切断 不过好在星号本就巨大 此时被切掉了一半 剩下的 还是比一般短刀 要长了一截 鬼屋和灵队长的武器 都比较长 因此 虽然遇到了那么强悍的明爪 却还是勉强全身而退 画素虽然断了一只手 可是另外还有两名舞者 其中一名是画家人 另外一名是灵家人 他们可没有三名头领的实力 更没有那份运气和反应 二人的身体 直接被兽爪的黑芒扫过 整个身躯 就被轻而易举地切为两断 这一次释放的明爪 与左锋之前 所见的有些不同 那凝聚出的黑芒 直接顺着兽爪飞出 差不多盘子大小的月牙状黑芒 冲入后方的舞者群中 又有三人丧命 两人受伤 后方的人此时反应过来 都匆忙地躲避开来 画素等人震惊不已 连左锋都略显惊讶地 眯起双眼 原来这名爪 还有如此运用之法 不仅能够凝练在兽爪尖尖端 同时还能够将之释放而出 就好像强横的暗器那般 心中暗自想着 左锋已经迅速操控阵法 重新向着那一群幽名兽 和人类舞者包围而去 林队长和鬼物眼中充满惊骇 他们可不知道 幽名兽还有这种手段 当两人 看向因痛苦面容扭曲的画素时 对方已经神经质般地大喊道 逃 逃 大家逃 在画素开口的一刻 突然就有着无数的舞者伸手入怀 从其中掏出了一包包药粉 疯狂地朝着幽名兽丢出 高阶幽名兽 还会稍微躲避一下 低阶幽名兽 根本就没有在意 任由纸包碎裂药粉 抛洒的到处都是 那些药粉飞快地散落 伴随着淡淡的幽香味道 笼罩了空中和地面的大片区域 唉 轻叹了一口气 左风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给你们机会 是要你们灭杀幽名兽 既然是机会 便会给你们留下生物 可是前路坎坷终究可生 你们却非要退而求死 这是何苦来在 在旁边围观的众人 大部分到此刻才看出来 那阵法之中的幽名兽 动用了明爪 因此他们更不清楚 华苏等人在做什么 只是听左风刚刚那番话的意思 似乎华苏等人 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 通过水球影像 大家看不到其中舞者的动作 可是却看得到那些 阵法之中的幽名兽 原本紧凑的队伍 此时突然变得散乱 本章完 《舞逆坟天》 第2142章 竹篮打水 作者 风橘子 这帮家伙自认为很聪明 可殊不知 他们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人所查 段月瑶轻轻地叹了口气 缓缓地摇了摇头 似乎已经知道了 阵法之内发生了什么 他没有说完的话 此时的罗掌柜 在一旁弓声解释道 这鬼话林三家之人 放弃抵抗后 的确保证了绝不反抗 只要能够活命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但是风公子和我家小姐 又怎么会看不出 他们这帮家伙 只是做做样子吧 抬头望了段月瑶一眼 见到对方点头 罗掌柜才继续说道 若按我家小姐的想法 这些人绝不能留 必须要尽快除掉 已绝后患 因为他们只要 活在世上一天 就绝不能放下今日仇怨 他朝拿到机会 必然会疯狂报复 说到这里 罗掌柜忍不住 抬头望了一眼左风 那种钦佩之意 异于言表 这才继续说道 还是风公子有容乃大 能容人所不能容 双方都已经 斗到了这个份上 仍然还是给对方 留了一线生机 只不过风公子也猜到了 他们会有所准备 因此 在安置这群人的时候 这我特别留意几个地方 果然在他们 交出储金和身上之物后 还偷偷在关押的地方 留下了许多的药粉 这药粉也没什么 雇佣郡进山狩猎的时候 时常会用到 就是对兽比对人 效果更强的机关粉 文庭此言 众人立刻明白了 阵法之中的变化 是怎么回事 那些幽冥兽的变化 明显是沾染了 那机关粉所致 机关粉 主要来自于一种特殊的矿石 这种矿石 虽然算不上含有 但因为灵药山脉中 采药队伍经常使用 所以价格也并不低 这种机关粉 通体烟红如雄鸡的机关 而它的药效对人不大 反而是对兽族的效果 倒是很明显 兽族并不会讨厌机关粉 相反还对其非常的喜爱 甚至会为之战斗拼抢 这种机关粉 对于兽族有一种刺激作用 会让兽族在吸入之后 变得极为舒爽 甚至在眼前能够看到美好的幻想 进入灵药山脉的采药队和雇佣军 他们身上带着这种机关粉 就是为了在危险的时候 借其逃命 但是对机关粉稍有了解的人更清楚 这种东西必须要慎用 用量更是要拿捏得非常仔细 绝不能够多用 因为在机关粉产生幻觉的时候 兽族会变得极为欢愉 但是一旦药效过去之后 他们又会变得暴怒异常 甚至本身实力也会因为这种暴怒 得到激发 近山的舞者 若是遇到魔兽 在使用机关粉的时候 会疯狂地逃走 一旦魔兽转醒过来 恰好释放者还没有来得及逃远 那结果必然是极为凄惨 这些鬼画家的舞者们 他们将身上的一切交出去 却独独留下了机关粉 而且还是偷偷将之藏匿起来 其用意也已经极为明显了 眼下阵法之中 所有的幽冥兽都吸入了机关粉 而且数量上还不少 包括哪些五阶和四阶的幽冥兽 在吸入机关粉后 眼神也都变得涣散 口沫横流 浑身激动地颤抖 口中甚至发出舒爽的哼哼唧唧声音 这些还是四五阶的幽冥兽 下方的三阶幽冥兽 就更夸张了 他们此时一个个胡闯乱撞 甚至有一些直接躺倒 在第四处翻滚 随便抱住一只同伴 就会伸出尖尖的舌头 不断地舔势 幽冥兽这边混乱一片 可是人类一边的众人 都还非常清醒 本来机关粉对于人类舞者影响 就很少 再加上他们动手的时候 一个个便已经适时地平住呼吸 自然半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计划早就已经制定好 看到幽冥兽彻底失去抵抗后 画苏等人 立刻开始带着人向外突围 显然他们本来就计划得很周详 此时鬼家 画家 林家三匹人马 分别朝着三处不同的方向冲去 若是没有罗掌柜的解释 众人此时必然会焦急万分 因为对方的设计 不可谓不歹毒 这里本就是迷幻阵法 对内部的阻碍会非常小 因此 只要抓住机会向外突围 困难实际上并不是太大 那么这个时候 素王家这边的人 只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任由鬼化林三家人逃走 一个就是主动出来拦截 画苏他们当然希望 自己这些人不会遭到拦截 并且能够顺利地逃走 可就算逃走并不顺利 对方出面拦截 那大不了就拼死向外突围 那些幽冥兽 很快也会从机关粉的效果中清醒过来 在吸食机关粉的刺激下 那些幽冥兽会变得愈发暴怒和疯狂 他们在从那外发起冲击 到时候反而会帮助画苏他们 这些人脱身 这样的混战中损失在所难免 但是逃走的机会却非常大 画苏 鬼物和林队长三人 此时兴奋异常 不仅仅释放机关粉十分顺利 而且刚刚阵法释放的效果 还特意帮助自己 这些人提升修为 如此一来 众人逃走的希望 也变得更大了 就在众人兴奋地 向外发起冲击的时候 却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妥 他们之前留在阵法中心 就算是身处在黑雾之中 也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可就在众人向外飞掠而去的时候 他们便感到 身体一阵阵地发沉 不仅修为受到了压制 甚至行动都变得有些困难 首先感受到 这种变化的画苏等人 先是微微一愣 知道这必然也是 阵法带来的效果 不过 随后那些带头者 就毫不犹豫地 朝着外围冲去 到了这个地步 不管前方是刀山火海 他们也一定要向外闯了 可是随着他们越是向外冲去 眼前的浓雾 也变得越来越浓 而且眼前的白雾 不知何时 渐渐变成了黑雾 这种变化 顿时让身处 其中的三家舞者紧张起来 因为黑雾 是属于幽冥兽所拥有的 带着恐惧 他们仍然继续向前飞驰 可是黑雾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浓 而身处黑雾之中的众人 一个个感觉身体沉重的 好似变成了上千斤一般 而在阵法之外的左蜂等人 却能够清楚地看到 那水球之内的无数人影 最初逃走的时候 还能够保持直线 可是 当他们遇到黑雾的时候 便逐渐偏离了最初的线路 诡异的是 他们这些人 在胡闯乱撞了一会儿后 又不约而同地 从各个方向 开始慢慢地向回飞去 这是 他们难道放弃逃走了 伊卡丽惊讶地指着水球上的景象 不论是华苏等在空中飞略的舞者 还是那些赶气气 以下在地面奔跑的人 此时都在 在纷纷地向着阵法中返回 是阵法的效果 阵法外层 被左蜂以幽冥兽的黑雾包裹 这无形之中 使他们将注意力都转向了黑雾之上 却反而忽略了白雾的存在 他们只注意到了 对他们身体影响最大的黑雾 却恰恰忽略了不易察觉 而且影响最小的白雾 其中制造出的幻觉 已经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了他们 正在忙碌中的左蜂 此时忍不住偷偷向着断月遥望来 刚刚的那一番解释 恰恰是出自 这冰雪聪明的女子之口 恐怕断月遥与自己的默契 有的时候 甚至要超过好兄弟琥珀 这种感觉非常微妙 让左蜂觉得非常舒服 却又隐隐地感到有些害怕 迅速地收回目光 左蜂又再次控制起阵法来 此时那华苏等人慌慌张张地逃顿 却发现眼前的黑雾 越来越是稀薄 当他们拼尽全力 终于冲出黑雾的时候 脸上反而看不到一丁点的笑意 每个人此时 脸上都是一副死了爹妈的哭丧模样 有的人其实真的很想痛哭一场 可是面对眼前的场景 他们真的是已经半点都哭不出来了 分开逃走的三家舞者 此时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 而且就在他们面前 便是刚刚曾经交过手的幽冥兽 特别是那些四阶和五阶幽冥兽 眼神已经开始逐渐变得清明 一个个血红毛子中 已经能够看到疯狂和嗜血的战役 好 第一个转醒过来的 便是那只瞎掉一只眼睛的五阶幽冥兽 它的吼叫声仿佛传荡开去 马上周围的五阶幽冥兽 和四阶幽冥兽都跟着转醒过来 机关粉的效果在此时彻底产生效果 那些幽冥兽身体之中 仿佛有着无尽的兽能在迸发着 那瞎掉一只眼睛的幽冥兽 身体之中黑雾突然迸发而出 这就好像一个讯号般 其他的幽冥兽 也跟着纷纷释放出黑雾 并且疯狂地朝着面前的人类冲去 同样是幽冥兽与舞者间的战斗 可是前后只过了数息时间 却已经彻底变了味道 那些幽冥兽 一个个好似发疯般 这一次发动攻击 甚至会不顾人类的攻击 直接活生生地开始撕咬吞噬起来 机关粉的效果 激发了幽冥兽的凶性 彻底刺激到他们嗜血的本性 这种战斗与之前截然不同 幽冥兽不顾一切地展开杀戮和吞噬 也直接将舞者一方逼到了绝境 现在的话苏等人 虽然再次被黑雾笼罩 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反而在能量的加持下 实力有所提高 只不过现在的众人 已经不会有半分喜意 他们此时有的是愤怒 不甘和深深的绝望 本章完 《武逆焚天》第2143章 生死亦苦 作者 风橘子 生亦苦 死亦苦 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生死亦苦 为了能够活命 画苏等人挖空了心思 不仅为自己设计了几种逃走的方法 更是事先为逃跑准备了一批的机关粉 即使算不上机关算尽 却至少也是大费心机 可是到最后 兜兜转转地跑了一圈 不仅又回到了原地 甚至情况比起之前来还要糟糕 眼前的幽冥兽 因为机关粉的作用 一个个都变得疯狂了 此时 两只幽冥兽 不顾一切地冲向林队长 而林队长手中的半截星号 也是狠狠地向幽冥兽劈砍 如果是之前的战斗 幽冥兽会用兽爪抵挡 再寻找机会 再次攻击 可这一次 却因为机关粉的缘故 那冲来的两只四阶幽冥兽 只是随意地避开身体的要害 甚至一只幽冥兽 将一边的身体 送给林队长劈砍 森白的獠牙 便向着林队长咬来 一捧暗红色的鲜血飞舞之间 一只四阶幽冥兽 幽冥兽的兽臂直接被砍掉 另外一只幽冥兽的额头 多出一截伤口 可是林队长也不好受 大臂上的一块肉 直接被幽冥兽撕咬而去 胸前也被幽冥兽给扫中 三道伤口睁獰外翻 甚至已经露出了下面的肋骨 另外一边 鬼物全力运转着手中的长鞭 只不过 因为从三分之二处断掉 现在已经成为了短鞭 只是它在面对的 是一只五阶幽冥兽 和一只四阶幽冥兽 虽然还没有受伤 可以已经被逼得步步后退 显向还生 还有那已经失去了一只手的画苏 单手全力攻击 可终究 剩下了一只手的它 只战斗了不到一息时间 便突然有一只四阶幽冥兽 不管不顾地冲出 直接咬在它断去手掌的手臂上 不管画苏如何全力攻击 对方都坚决不肯松口 连空中这批强者 都已经战斗得如此吃力 可想而知 下方的舞者在地面上 同时面对百多只发了标的三阶幽冥兽 又是怎样一副惨烈的画面 环绕在水球阵法的众人 一瞬不移地盯着那阵法中的景象 虽然那画面有些模糊 看到的并不太具体 但也已经能够感受到战斗的激烈程度 幽冥兽的疯狂和不顾一切 根本没有什么队形可言 本来有猛兽在数量上就占据了优势 如此一来也直接冲乱了人类一方的队形 双方的队伍犬牙交错地分布在战场各处 没有人能够幸免 甚至每一名舞者 至少都要面对两只幽冥兽的攻击 在动用手段操控阵法 逼迫地鬼化零三家的舞者 从四面八方再次返回阵法中央区域后 左锋便已经悄然停手 看起来现在的左锋的确有些疲惫 而实际上他之前那次控制 也的确是消耗不小 看起来是阵法外围设置了一片区域 只要舞者向外突围 便会迎面遭遇黑雾的侵袭 可实际上能够调动的黑雾并不多 而且左锋在动用的时候 还必须要加以凝聚 尤其是华苏 林队长和鬼雾这一类强者 自身实力强横不说 更是有着巨量的灵气 这一批人在向外飞驰的过程中 也会疯狂地将灵气散发出去 向外围探索寻找出路 因此 左锋就需要集中黑雾 对他们这一批大约二十多个人 单独施加压力 不仅以黑雾压制他们的修为和行动 而且还要控制白雾制造幻象 如此操作起来 不仅要消耗巨大的念力 同时也耗费不少的灵气 所以 这个时候 左锋也需要稍微调整恢复一下 除此之外 动用的灵气 主要以火属性为主 虽然消耗不少 但是对于左锋体内 还有腹灵丸未完全炼化的情况来说 要恢复 其实也不过是一时半刻的事情罢了 可是在刚刚控制阵法的过程中 左锋发觉自己在大量释放念力的时候 自己的大脑之中会 偶尔传来一阵次痛感 最初左锋认为是自己瞬间释放的念力太多 或者是念力损耗过大产生的情况 可是随着释放念得力越来越多 左锋偶然间感觉到 自己的念力不知何时开始了流失 对于左锋来说 这种念力的流失十分缓慢不易察觉 可是若换了其他感气巅峰强者 甚至是玉气气强者 现在流失掉的念力 都算是极为恐怖的数量了 可是刚刚左锋在不顾一切的控制阵法 如果真的 让这鬼话03加5者冲出来 再加上随后跟着的那些发了标的幽名兽 情况恐怕真的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 您知道自己的念力 或是脑海中出了状况 左锋也无暇理会 只能不管不顾地继续控制阵法 终于成功将三加5者 重新逼迫 回了阵法的中心处 左锋这才得到机会 稍微缓了口气 同时他也有闲暇去探查自己脑海 和念海内的变化 最先去观察的是念海中的情况 因为本身拥有的念力很庞大 虽然念力有一定的损失 可是千根念思都还在念海之中 再加上之前那那种操控阵法 对念力消耗极大 现在也无法判断出 自己到底额外损失了多少 确定了念思一根胃少 自己的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左锋这才稍稍放心一些 可是当左锋查探脑海之中后 却又不禁微微一愣 脑海之中一切平静 甚至感觉不到任何一点异常情况 似乎刚刚所经历的变化 都只是自己的错觉罢了 心中充满疑惑的左锋 便开始再次调动起念力 在其操控之下 汹涌澎湃的念力 自念海之中涌出 瞬间便充斥了脑海之中 可奇怪的是 自己的脑海中依旧是那么平静 根本看不到任何一丁点的变化 这让左锋又不禁有些狐疑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他不免有些动摇 自己之前的感觉 是不是只是一种错觉 就在这个时候 身边有声音响起 只听段月瑶那柔美的声音 好似就在耳畔一般 这样的混战 对幽冥兽非常有利 鬼画家那帮人 坚持不了太久 他们这帮家伙 之前被我们搜走了 除武器外的所有物品 就算消耗得再大 也得不到补充 可是幽冥兽却不同 他们会在杀戮之中 不断地吞噬血肉 进而补充身体 所以最后 幽冥兽必然会灭杀掉 全部武者 既然没有任何发现 左锋也不想在 在脑海之中的变化上纠缠下去 听闻段月瑶的话 他这个时候 也是将注意力 重新投向了水球阵法之中 恰在这个时候 听完自家小姐的话后 罗掌柜忍不住说道 如此看来 画苏这群家伙 必死无疑了 拥有吞噬补充能力的幽冥兽 在这样的环境下 完全占据了有力形式 他这话出口 段月瑶却是眉头微微一皱 忍不住扭头 向着自己身后望了一眼 之前的话 罗掌柜也只是随口一说 算是发表一下心中的感叹 此时间段月瑶瞪来 他立刻就明白过来 啊 这帮家伙就由自取 死了也是活该 活该 他的补充 有些化蛇添足 让本来还没有听出什么的 唐兵 伊卡丽和琥珀 也一下子醒悟过来 如果真的就这样 让三家的舞者 都死在战场上 似乎与左锋给他们 一线生机的承诺不服 可是他们这些人 的的确确是左锋的嫡系人马 不管左锋是否去履行承诺 他们都不会有任何说辞 反而是左锋看向罗掌柜 随后又望向了段月瑶 刚当他偷偷瞪了罗掌柜的举动 被左锋都清楚地看在眼中 为何不让他说吗 他说的是事实 我承诺给他们机会 那么就不会赶尽杀绝 但是本来的选择 就是他们做的 结果也该由他们承担 左锋随口说着的时候 目光已经再次 转向了阵法上的影像处 如此一说 周围所有人都有些迷糊起来 他们搞不清楚 到底是要放过对方 还是真的要让他们就此死去 作为一种惩罚 不过左锋却并未理会他们 而是再次抬起双手 在那水球阵法之上操作起来 如果有人对符文阵法有所了解 便可以看出 此时左锋的操控手段 与最初识很相似 那个时候 三家武者与幽冥兽 才刚刚交手 当时左锋在操控之下 不断地以阵法吞噬黑物 并且又将之转化为能量 送给三家武者 只要吸收那些能量 修为便可以得到提升 实力也会慢慢提高 只不过这一次的操作 左锋控制的手段大体相似 可是几个关键位置 却是与之前相反 这样说来 与之前的产生的结果 也必然不会相同 这边左锋开始动手调整 阵法之中的众多武者 也立刻感受到了变化 尤其是化苏等 几乎达到玉器期的强者 一个个都猛地瞪大了双眼 那种突如其来 加持在身的能量 让他们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 仿佛落水之人 看到救命稻草 而且 那还不是稻草 可以说是一根浮沫 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抓紧 几乎所有武者 都在这一刻 拼命地吸收起了周围的能量 不仅仅实力 开始得到迅速地提升 而且好似身体上的伤势 对战斗的影响 也开始减小了 所有人的眼中在这个时候 又闪烁起了生的希望 这让他们为之不顾一切 这场战斗的天平 就在左锋悄然间的一次拨弄后 又开始朝着人类舞者 一边倾斜而去 本章完 《武逆焚天》 第2144章 《不归之路》 作者 风橘子 阵法缓缓地运转过程中 其中的能量 仿佛都在这个过程中 被搅动起来 只不过 变化是从外围开始 越是靠近外围动静 反而越大 正盯着水球阵法观察的众人 心中充满了不解 却见左锋已经开始动手 便也将问题放在肚子里 注意观察起来 大家首先注意到的 当然就是缭绕在阵法外围的雾气 白雾和黑雾转动之间 似乎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变化 可是不身在阵法之中 又怎么能清楚 这种变化代表了什么 似乎浓雾正在收缩 望着雾气的变化 琥珀忍不住说道 好像不是在收缩 那些雾气似乎在 伊卡丽还没有说完 唐斌便已经接口说道 那些雾气正在不断地减少 听到唐斌如此一说 众人又仔细观察起来 他们很快就发现 的确如唐斌说的那样 那些搅合在一起的黑白雾气 敌的确确实在不断地减少 此时阵法之中的雾气 的确在不断地减少 那些雾气虽然在减少 而能量却不会凭空消失 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还在不断向着中央汇聚而去 与之前略有一点不同的是 这一次不需要 华苏等人去吸收 那些能量便自然而然地 涌入到了身体之中 直接开始提升众人的实力 华苏等人现在的感觉最是痛快 因为能量的灌注 已经使得他们的身体 开始突破自己的极限 他们本来的状态 就没有完全恢复 之前在与幽冥新号手的过程中 又都有一定程度的损伤 本来已经在难以恢复到巅峰实力 可是现在不仅恢复了巅峰实力 而且还有所突破 最明显的是 华苏 鬼物 和林队长三人 他们现在已经 直接踏入到了 玉气初期层次 身体之内 源源不断迸发出来的能量与力量 再加上体内那些伤势 带来的痛楚逐渐消失 使得他们 又重新焕发出生的希望 面对身体之中的变化 华苏等人 也在心底里暗暗后悔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之前就该留下来继续战斗 继续借助能量去提升自身 也许通过这些能量所获得的实力 只是暂时借来的 可哪怕是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也会让突围逃走 增加极大的胜算 主要是因为之前的变故太突然 尤其是幽冥兽 在使用了明爪武技后 他们几位头人都被打猛了 面对如此强横的手段 以他们的修为和身份 首先想到的 也是逃走这一条路 虽然如今实力有了大幅度提升 可是心中仍然对那明爪技能 充满了恐惧 只不过 随着双方的战斗不断升级 不光是他们三人 就是其他舞者也都发现 对方竟然再没有用过那明爪技艺 如此一来 本来还有些束手束脚的幽冥兽 此时已经渐渐地放下恐惧 借助提升的实力 开始疯狂地进行反扑了 左锋的双手在不断地点动 这个时候他又开始进入极为专注的状态 念力也开始全力运转起来 在这一刻 那种奇怪的感觉再次出现 脑海之中又一次传出隐隐的刺痛 而念力似乎也开始在消失 若是其他情况下 左锋当然会立刻进行探查 找寻念力消失的根源 可是现在他正到了关键时候 不要说无暇分心 就是双手都不可以有哪怕一分一毫的停笨 对于左锋来说 现在恰恰就是关键时候 之前的种种严格上来说 就是一种铺垫 成功或失败就要看眼前了 他当然不敢有半分松险 明知道念力敌的确却在消失 明知道自己的脑海之中在发生着什么 可是左锋却只能听之认之 随着左锋的苦苦支撑 阵法也在他的控制下 其中的能量也变得越来越剧烈 而且看得出来 左锋所做的是要搅动整个阵法 在这个过程中 他能够将阵法之中的能量 引导向一种特殊的轨迹后 他便可以彻底放手了 这种引导阵法的过程 外人无法察觉到太多的变化 只有身在阵法之中的人 才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特别是化苏等达到那气层次的强者 他们实力在不断地暴涨 而且感觉上自己只要继续下去 就能够一直这样提升下去 距离那极限似乎还有着遥远的距离 如果换了是其他情况 他们在面对这种变化时 可能还要多加考虑一下 可是现在的情况太过特殊 不仅仅要面对眼前这些狂暴的幽冥兽 更要在对付完幽冥兽后 再想办法从这里突围而出 面对如此恶劣的局面 他们哪里还有心思 去细细分析眼前这种变化 会否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始终都在特别留意 观察身体内部有没有中毒的可能 但是却一直有没有这种发现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华苏等人也彻底放开一切 尽最大的努力 开始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不仅那些能量自主地融入到身体之中 而且他们会疯狂地主动吸收 悟求在最短的时间中 将自身提高到极限去 其他人自然感受不到 阵法中的这种变化 可是正在操控阵法的左风 双目一凝 脸上立刻有着难得的笑容绽放 他能够通过操控阵法 当然会与阵法有联系 第一时间掌握阵法之中的各种变化 当那些人开始主动吸收能量的时候 左风心中浮现出了两个子 成了 阵法在他的操控下 突然爆发出更加狂暴的能量 只不过阵法中的能量循环 总是像少了一个重要环节 当那些人开始疯狂吸收能量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身体 就好像吸收能量的小漩涡般出现 整个循环在这一刻完成了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左风的双手凝固在了那阵法之上 看到他停手 大家也都立刻好奇地望去 见到左风双目一瞬不移地盯着阵法 感受着其中的能量循环 已经完全稳定下来 他这才缓缓地收回双手 左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随即好似想到了什么 便又立刻闭上双眼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看到左风闭上眼 都小心地不去打扰他 而是静静地在一旁观察着 此时的左风 其实根本没有理会阵法之中的情况 他反而是将念力释放出来 开始向脑海之中探查 这种探查的过程虽然缓慢 但是却非常的细致 无数的念力 在脑海之中反复搜索 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刚刚他在权力调动念力的时候 已经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念力在消失 或者说被某种未知的存在 将那一部分念力给吞噬掉了 如此变化 由不得左风不紧张 每一次自己在权力动用念力的时候 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有什么变故 自己的性命很可能会保不住 就算只是每一次都会损失一部分 终究还是会对自己念海的根本 造成伤害 检查得虽然仔细 但是结果同之前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从那而外并未发现任何的特殊之处 也就是说 自己仍然没有找到问题 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 缓缓睁开双眼的左风 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他想要解决脑海中的问题 就必须要全力动用念力 眼下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合 好在眼前阵法 已经彻底步入了正轨 自己再不需要出手了 待这里的事情 一落一稳后 自己再寻找个适合的机会 全力催动一次脑中的念力 这样一旦有什么问题 自己便能够分心查看 找到变化出现在哪里 睁开双眼的左风 目光和注意力 便瞬间落在了眼前的阵法之内 此时的战斗 人类舞者 已经能够抢回主动 这种战国已经非常不易 要知道 幽冥兽的数量本就多 在因为机关粉的效果 而彻底狂暴 对付起来 自然是困难重重 可是人类一方 就是凭借一部分人的实力飙升 偏偏能够占据主动 甚至将幽冥兽的气焰 给打了下去 只不过在现在的阵法之中 包括画素在内的一群人 差不多有二十多人 脸色却变得死灰一般 这些人身体之中的气息爆发 明明早已突破极限 可现在仍然在不断地提升 这种情况明显不正常 而他们几个人 现在已经察觉到了问题 可是却已经无力改变 包括画素 鬼物和林队长在内的二十多人 此时都悲催地发现 自己这些人不知不觉间 竟然已经发动了暴气解体 是个舞者都清楚地知道 一旦发动暴气解体 那就代表了自己彻底 踏上了死亡之路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再无法挽救 但是他们连什么时候 进入到暴气解体的状态 都不知道 只是在刚刚 他们还在兴奋地 与幽冥兽战斗 考虑着一会儿解决幽冥兽后 便借助暴涨的修为 突围逃走 想法固然很美好 现实却非常的残酷 当他们发觉的时候 自身那暴涨的修为和灵气 已经开始疯狂地 向着肉体之内灌注而去 直到感觉到灵气的 特殊变化时 他们才发现 自己体内的灵力不知何时 已经开始了逆行 最初也许只有一丁点 在逆行状态 如今发现的时候 全身灵气 已经超过一半 都在逆行 暴涨的实力 让他们兴奋异常 却并不知道 自己的能力 之所以能够提高到 现在的程度 实际上 是因为暴气解体的缘故 是因为大家不知不觉地 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本章完 五逆焚天 第2145章 一线希望 作者 风橘子 阵法中的变化 困扰着众人 也在考验着 所有人的想象力 可是大家 无论如何想象 也搞不清楚 阵法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些幽冥兽 明明吸入机关粉 之前那种混乱的模样 都看得清清楚楚 三家舞者 分头逃逸时 也未加阻拦 如今机关粉的后续反应上来 明明该是异常狂暴的状态 结果 却是人类舞者一方 开始逐渐占据优势 导致这种结果 有两种可能 一种 是限制幽冥兽的实力 可是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步 那么之前 甚至不需要那么多的手段 直接将这群幽冥兽 引入阵法中就好了 所有人 也能依靠阵法压制 直接杀掉幽冥兽 显然这种可能已经排除 那么还剩下一种可能 那就是 人类舞者一方 在阵法中提升了实力 如果是少部分的提升 大家都还能够理解 可是迎着大批 正在发狂的幽冥兽展开反击 这种提升能力 可就太过变态了 有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的人觉得难以理解 毕竟 如果临时调整的阵法 就能有这种能力 左锋岂不是要逆天了 从水球阵法之外 只能够看到 旁边迷幻大阵里的模糊情景 即使左锋刻意将那水球上 显现的景象 又拉进了少许 却仍旧只能看到一道道模糊的身影 大家看不到的是 阵法之中以画苏 鬼物和灵队长等 为首的一群舞者 表情痛苦且争鸣 眼神之中 充满了绝望与悲凉 有的人已经通过身体的变化 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 心中更加痛苦不已 可是 不管他们现在 处在一种怎样的心情和状态下 都必须要面对幽明兽的攻击 其实有的人心中也萌生过其他想法 那就是 不顾一切地从这里冲出去 这类人明知爆气解体后 自己必死 也不希望死在幽明兽的手中 还希望多拉几个素王家的舞者来垫背 怀着这种想法的人 在发现自己进入爆气解体后不久 便疯狂地朝着外部冲去 可是 当他们还未来到阵法边缘 就惊讶地发现自己身体内的能量 竟然在快速地减少 那是一种直接抽取的方式 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 自己现在所具有的实力接近一半 都是阵法以特殊方式贯注而来 自己想要离开那些能量 便会被抽走 自己即使发动了爆气解体 在离开阵法后 所具备的实力并不太强 每个家族都有这样的几个人 他们冲到了阵法边缘 感觉到自身的实力不断跌落 又开始迟疑起来 本来数量就占据优势的幽明兽 看到单独逃走的人类 近乎本能般地追赶而来 于是 那些本来要逃走的舞者悲剧了 他们既未能从阵法中逃出去 而且在修为跌落之后 很快就变成了幽明兽的实物 见到这个结果 许多心中有着同样想法的舞者 在犹豫挣扎了片刻后 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 这样至少还能给自己保留一些 作为舞者的最后尊严 望着阵法内那些模糊身影 见到左风 现在已经不需要操控阵法 段月瑶终于忍不住问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常情况下 实力不该暴涨到这种境地 而且明明都有必胜的把握 那几个家伙为什么又要逃走 却又突然那么轻易被幽明兽给击杀吞噬 你 你 到底布置的是什么阵法 其他人明显带着同样的疑惑 由段月瑶来提问 大家也都将好奇的目光投了过去 这个问题就算他们不问 左风晚些时候也是会解释的 现在段月瑶问起他更加不会隐瞒了 阵法自然无法单纯地将舞者提升到这种程度 其实一半是幽明兽的能量特殊 一半是许多舞者正在用生命在战斗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 听了左风的解释 大家不仅没有明白 反而眼中的疑惑更浓了几分 刚刚琥珀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这幽明兽所使用的黑物能力 是以谁属性为根本的兽能凝炼而成 我所搭建的这座大阵的根本 同样是以谁属性为基础 因此 彼此间的属性共性特点 让我可以将之加以转化并利用 顿了顿 看起来左风似乎在等其他人反应一下 可实际上 他却是将自己要说的话再次整理一番 关于幽明兽的黑物与琥珀黑物间的联系 涉及到的隐秘就太多了 所以他不得不将这一部分隐去 既然是要隐去一部分 又要让情况听起来仍然十分合理 所以他也将思路重新整理了一番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左风这才开口说道 我利用的是黑物中的能量 实际上就是黑物中蕴含的瘦能 这种能量其实非常强大且狂暴 尤其是在人体之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我特别加以调整 表面上感受起来就好像是阵法能量的加持 可实际它们在吸收的过程中 已经被瘦能侵入身体了 眉梢轻轻的一条 段月瑶冲口说道 可就算是你加以调整和掩饰 那帮家伙一个个实力不凡 又怎么能半点都察觉不到 这未免太诡异了吧 心中忍不住轻叹了口气 左风早就猜到 就算其他人看不出其中的问题 段月瑶却绝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于是 左风也是稍微一顿 便将自己准备好的说辞 拿了出来 如果将加以调整后的瘦能 直接灌注到它们的身体中 自然无法隐瞒过去 我在最初的时候 动用的能量与瘦能没有半点关系 就是单纯的阵法能量 笑着望向水球阵法 左风带着几分回忆的神色 道 因此你们也看到 最初对它们实力提升得很有限 实际上 当时做的更多的 反而是在恢复它们的伤势 尤其是经脉内的伤势 为后续的行动做准备 剑段月瑶没有继续询问 左风这才继续解释道 经脉的修复 是为了后续准备 也就是在它们不顾一切的 向外突围时 全身上下的能量 都在疯狂地调动 经脉也可以承受最大的负荷 而这个时候 它们身在黑雾之中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不断地有改造后的瘦能 融入它们的身体和经脉之中 因此 当时越是冲入身 被瘦能侵袭的也就越多 而这些人 当然也是彻底违背 与我的约定 话到此处 左风的目光也是微微一闪 众人也同时想到 这之前 左风曾经多次提到过 会给那些人 留下一线声的希望 但是 如果对方违反承诺 那必然会加倍付出代价 当时他们带着 难以理解的心情 觉得左风的话 只是以威胁为主 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些被困阵法中的 鬼画家舞者 几乎都违反了承诺 等待他们的结果 也正是左风承诺的那样 付出代价 这时候 左风已经继续说到 我给他们的机会 他们并没有把握住 反而是在关键时候 想要祸水冬应 利用机关粉 将麻烦抛给我们 并且借此机会逃走 这就怪不得 我心狠了 当我调动阵法 让他们无奈返回阵法中的时候 其内的兽能能量 与阵法中充斥的能量 已经达成了联系 如果他们这个时候 平心静气 一点点将自身的 全部灵气排出体外 倒是可保住性命 一旦全力动手调动灵气 势必会将兽能一并牵动 彼此联系兽 能会疯狂涌入 他们就算想要抵抗 都做不到 不过 就我所见到的情况来看 他们这些人 压根也没打算抵抗 而是任由改造后的 兽能进驻身体 他们体内的灵气 我控制不了 可是经由我一手改造后的兽能 还是可以进行操控的 接下来的情况 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 我调动兽能 让其沿着这帮家伙的 主经脉逆行 最后彻底进入到 暴气解体的状态中 解释到了这里后 左风也终于喘了口气 看到大家都露出惊讶之色 唯有段月瑶 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左风也是略显忐忑地 偷偷观望 它刚刚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实际上它所改造的不是兽能 而就是黑物本身 那些兽能在释放成黑物的时候 主要存在的实际上是规则之力 而规则之力的改变 所需要的是对其规则的掌握 之所以左风可以做到 那是因为 琥珀将自己的黑物技能 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左风 而左风以前也特别研究过 因此才能够完成到这一步 这黑物的技能 涉及到了琥珀的一些隐秘 其中甚至包括 功法修炼上的秘诀 而那些人在黑物入体后 并不清楚如何运转调动 反而因为阵法中规则的调整 直接导致自身的灵气 被黑物引导着逆行 等了半晌 见包括段月瑶在内的所有人 都没有提出什么疑问 左风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 眼前这些人 除了那罗掌柜 另外几个都算是非常亲密的伙伴 如果不是涉及到琥珀的隐秘 左风也就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了 那这帮家伙都会死吧 毕竟这是发动了暴气解体吗 依卡丽望着阵法之中的那些人 没有任何怜悯之意地说道 对于他来说 这些人违背承诺就该死 嘿嘿一笑 左风摇头说道 说了有一线生机 那么我仍然愿意完成承诺 本章完 五逆坟天 第2146章 幻阵解除 作者 风橘子 城主大人 这都已经暴气解体了 还哪里来的什么一线希望 不是说给他们一个死得痛快的一线希望吗 悄悄翻了个白眼 伊卡丽在一旁开口说道 很明显 对左风的话并不相信 人家都已经被引导着 开始暴气解体 哪里还能有活命的机会 伊卡丽与唐冰 和其他局城来的人一样 最开始对左风 都抱很大的尊重和恭敬 可是真正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后 他们也了解 自家城主的为人处事 有什么想法 自然就说出来 甚至像伊卡丽这样 敢以玩笑的口吻 有话直说 淡淡一笑 左风却没有继续解释 而是将目光重新落在阵法之内 说道 莫吉 莫吉 众头戏你们都已经看到了 这最后一出戏 便是收场戏 怎么也要自己看下去 大幕落下 自然一切就都清楚了 一旁的唐冰 偷偷瞪了一眼 伊卡丽却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饶有兴致地说道 城主安排的戏码 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既然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大家可就拭目以待了 说着话 伊卡丽已经凑到段月瑶的身边 二女凑在了一起 顿时开始指指点点地耳语起来 看伊卡丽满脸好奇宝宝的模样 显然是在询问着什么 反观段月瑶 倒也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神情专注地开始讲解起来 时而指向面前的水球阵法 时而又会指向另外一边的迷幻大阵 又会偶尔在面前两手比比滑滑地解释着什么 看到伊卡丽与段月瑶两人在一起交谈 左锋目光不经意间闪了闪 他不知道伊卡丽是有意还是无意 不过这样一来段月瑶的注意力 倒是成功 被吸引了过去 不会在纠结 与自己刚刚给出的那番道理上 轻轻地转回头 左锋再次注意起面前的阵法 现在的阵法 阵法对于外人来说仍然是在疯狂的运转当中 实际上通过观察左锋不难发现 眼前的热闹不过是一种假象 因为阵法几乎停止运转 只是其内的能量还在依循着原本的轨迹 在继续流动罢了 对于在阵法之中的众人来说 现在已经不用吸收能量 因为自身的能量已经完全处在饱和状态 阵法能量的加持 黑物能量的灌注 再加上暴气解体将所有能量激发燃烧 顺便将肉体 生命等等都在不断地消耗着 此时的化苏等一大批人 就好像一根根疯狂燃烧的蜡烛 汹涌的火焰和炙热的温度 都是将自身的全部奉献出来 当能量消耗一空 肉体和生命也将彻底完结 到时候 人也就真终结了 他们已经不知道 是该懊悔 痛恨 意或者诅咒 很诡异的是现在的他们一个个反而变得有些麻木 对眼前的一切 对于自身的命运都变得麻木 没有什么感觉了 在与苏王家的最后一场大战后 他们以失败告终 这打击太过沉重 尤其是鬼画家的这群人 他们一败而再败 到了此时此刻 他们就算是努力 也是求生意志在支撑着 可是当得知自己进入暴气解体的状态后 他们也彻底连这最后一丝希望都放弃了 只不过他们并未束手待毙 因为相比于被幽冥兽将自己分尸掉 他们更愿意死扛到最后 一来他们可以真真正正的像一名强者那样战斗到最后 给自己保有武者的一份尊严 再者 就算是死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留下一具全尸 幽冥兽的优势在于狂暴之下的不顾一切 以及数量上的优势 可是在面对眼前实力暴涨后的人类武者时 他们的这种优势已经并不明显 本来五届幽冥兽还有冥兽技能 可是之前将冥兽抛出的结果 直接导致了兽能损耗严重 后来释放的黑雾 也在不断地被阵法中的白雾吞噬 因此 后来想要凝聚冥兽 都变得十分困难 能够发动冥兽技能的幽冥兽有五只 他们拼尽全力 到最后也只有三只使用出了冥兽 而且 那冥兽也只勉强维持了片刻 如果是突然使用冥兽 倒能够发挥出奇效 可现在双方交战之中 人类一方又始终在提防着杀招 所以 这一次施展冥兽 最后也不过杀掉两人 伤了三人而已 没有了冥兽技能 黑雾也已经在阵法中无效 这场战斗不知何时 渐渐发展成了强大狂暴的幽冥兽 以最为原始的姿态 与人类展开血战 疯狂的战斗方式 导致的是伤亡飙升 幽冥兽在彻底疯狂的状态下 根本不管不顾自身受伤 甚至是豁出性命发动进攻 即使能够在吞噬血肉后 得到一部分补充 但是双方都全力投入战斗之中 这种补充和恢复 实在起不到决定胜败的作用 当一只五阶幽冥兽 被华苏一拳轰碎腹部后 那幽冥兽也狠狠地咬在了华苏的喉咙上 粗大丰锐的獠牙 深深地嵌入喉管 切断了树根主要的血管 华苏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 身体内最后的灵气虽然在燃烧 可却已经不足以支持它继续欲空飞行 那略显肥兽的身影 在慢慢地栽落 从侧面看去十分诡异 一名肥兽的舞者抱着一只肥兽的幽冥兽 二者之间仿佛相亲相爱 实际上他们却已经同归于尽 本来就已经强弩之末的鬼物和林队长 见到华苏的死亡 心中更是一片悲凉 仰天发出了一声怒吼 便不顾一切地 朝着面前最后几只五阶幽冥兽冲了过去 他们两人的喊叫声 是来自内心的咆哮 是暴气解体后 玉气期接近中期的强者 在以灵力爆发出的吼叫声 带着强烈的穿透力 朝着远处传递开去 周围所有还活着的舞者 似乎都被这种气氛所感染 也都齐齐地发出了吼叫声 那声音甚至透过迷幻阵法传递出来 落在众人的耳中 反而倒更像是野兽的叫声一般 最后六十多只幽冥兽 以及最后不到四十名舞者 展开了最后的厮杀 幽冥兽在疯狂的状态下 根本不管不顾地发动进攻 人类舞者也在这个时候不顾一切 所有人似乎都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 大约半个钟后 阵法之中渐渐归于平静 通过水球阵法能够看到 其中还有七八个模糊的身影 能够辨认出来 那最后存活下来的身影属于人类 这场战斗的结果也是以人类的获胜而告终 看到那阵法之中的十几名舞者 大家不自禁地透出一抹黯然 双方虽然在之前曾经是生死之敌 可是毕竟在身份上 同为人类的一方 那些人在同幽冥兽血战到这一刻 已经非常让人钦佩 可是现在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 轻轻地两声咳嗽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当大家都看向他的时候 左风这才开口说道 我说过会给他们一线希望 那就是我的承诺 这些人能够现在还能够活着 我就会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 听到左风如此一说 众人眼神都不禁一亮 可是随即又不自觉地摇了摇头 因为大家心中也清楚 这种说法已经没有意义 怎么 不信我 有些哭笑不得地望着眼前众人 左风索性没有继续解释下去 而是探手向面前的水球一抓一捏 那水球阵法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 然后又被用力地抓紧 最后缩小成为一个拳头大小的小水球 在左风的手掌轻轻拍在其上后 便静止朝着下方的地面落去 那一截裸露在外的金属棍 就好像管道般 直接吸收了那拳头大小的水球 让其最终沉入到了地面下方 此地便重新归于平静 在做完这一切后 那远处的迷幻阵法也立刻出现变化 阴晕的雾气开始慢慢地向内收缩 好似被什么力量扯入到中心位置 最终缭绕在整片假山群上空的大片白雾 都消失一空 阵法的力量已经撤去 你们可以自己过去看一看 那些死去的尸体 以家族有工者的规格安葬 我想 肃王家应该会同意 说着转向了琥珀 说道 那几个活着的人 身体之中存在了太多的黑物 你直接动手将之拔除 伤势也许很严重 直接将附体完位给他们 性命应该可以保住 最后看向伊卡丽和唐斌 又看了看段月瑶 说道 你们几位辛苦一些 这些幽冥兽都刚刚死去 将他们的血液收集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能够直接提炼成精血 如果不懂 可以问月瑶小姐学 哟 好大的架子 封城主都安排好了 怎么自己什么都不做了 段月瑶高傲地一窍下巴 带着一丝调侃味道地说道 不要意思地点了点头 说道 我这边的确出了点状况 需要尽快处理一下 给你添麻烦了 一听此话 段月瑶立刻焦急地问道 是不是刚刚消耗太大 那你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们来处理 之前的消耗的确不小 可是对左风困扰更大的 反而是自己身体内的隐患 那不知道如何吞噬 自己念力的存在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将寝食难安 其他人都没有意见 纷纷动身 向着阵法之内冲去 按照左风的吩咐行动起来 本章完 五逆坟天 第2147章 兽灵有变 作者 风橘子 走入阵法的众人 都充满了好奇 好奇着那些最终存活下来的七八个人 到底会是怎样的结果 如果是暴气解体产生的后果 那么必然会彻底死去 可之前左风轻星号带了琥珀 让其将活下来的人救治过来 他们可不认为 这世上有人能够救活发动暴气解体的人 更何况琥珀的一道水平 只能算是马马虎虎 只见琥珀走入阵法后 便静止向着那几个活着的人走去 说是七八个人 实际上是七个摇摇欲坠的 以及一名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 不论此时还站在假山群中的七个人 还是躺在地上的那个人 身上的伤势都不清 而且 没有一个人 身体是完整的 有的人手臂被咬断 有的人尖头被撕掉一大块 有的人小腹处被开了个血洞 鲜血顺着按在伤口的手指缝隙 流淌而出 不过只是靠近就能够感觉到 这些人的气息的确与暴气解体不同 发动暴气解体的强者 周身灵气会在逆行的过程中 集中到肉体之中 并且会抑制不住地向外宣泄 而眼前这些舞者 从他们内敛的气息波动 就不难看出 他们并未出现暴气解体的情况 如此一幕落在众人眼中 反而使得众人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接着不约而同地 朝着周围其他已经死去的舞者望去 那人已经死去的舞者 肌肉血红一片 血管和经脉都还停止在爆发的状态 而肉体之中 已经再也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灵气 这显然是暴气解体的后果 最后 大家将目光投向琥珀 正好看到他在以灵气探查一名舞者的身体状况 而后先是给对方喂下一枚附体丸 接着又开始动手 向其体内灌注一丝黑雾 再之后 当琥珀缓缓抬起手来的时候 那舞者的翘穴之中 便开始有黑雾 随着琥珀手掌的抬起 而不断地涌出 那些黑雾与琥珀释放的黑雾 略有几分不同 但是却可以彼此交融 被琥珀纳入身体之中 看到这种变化的众人 不禁大吃一惊 段月瑶略一思索 便开口问道 他们这些人并未发动暴气解体 那这些黑雾又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 黑雾进入他们的身体内 引导着其中的灵气 完成逆行吗 抬头看了一眼段月瑶 琥珀立刻解释道 黑雾的确进入他们的身体之中 不过 这是他们在后来的战斗中 身处阵法之内 需要灵气补充时 不得不吸收进入的 这与那些向外突围 直接闯入黑雾之中 并且被强行灌注的那些人不同 这一下完全明白过来的段月瑶 点了点头 说道 原来这就是左锋的承诺 如果愿意留在阵法中 与幽冥兽战斗到最后的人 就不会被黑雾强行侵蚀身体 也自然不会发生后来的灵气逆行 进入暴气解体 那些主动向外冲击的人 便等于违反了承诺 外围的黑雾 自然会侵入他们的身躯 那就是左锋提到的惩罚了 肯定地点了点头 琥珀说道 其实具体情况 我也是刚刚才猜到 不过 这应该就是左锋本来的计划 只不过 因为幽冥兽这一次来得太多太猛 有些人也许只是想要逃命 而非真的就想要破坏承诺 听琥珀如此说 段月瑶反而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恐怕你猜得正好相反 鬼话林三家的武者 本来就打定主意要逃走 如果不是这么多幽冥兽来到 他们被打得有些措手不及 就是眼前这几个人 也必然都难逃爆弃解体的命运 你眼前这几个活下来的家伙 当时应该是因有幽冥兽 没有受到机关粉的影响 所以 战斗中没有来得及脱身逃走 因此 才没闯入外部的黑雾之中 不过 既然左锋愿意给他们一次机会 那就放他们一条活路也无妨 而且 他们已经是废人了 听到段月瑶如此一说 众人对于这些鬼话林三家武者 已经再没有了半分怜悯之意 那躺倒在地的武者 只有翠金初期 现在一条腿被幽冥兽吞噬 就算就过来 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本的修为了 另外七个人 都只有翠金中期和后期的实力 伤势也都颇为严重 哪怕有上好的药物修复 这一生也难以迈入下个阶段 赶七七层次了 已经搞清楚了情况 几个人也就没有再去管琥珀 而是各自去找幽冥兽 按照左锋的要求 他们最需要的是 五阶幽冥兽 和四阶幽冥兽体内的精血 这些五阶和四阶的幽冥兽 本就是在空中飞掠着战斗 死去的时候 尸体也是掉落的四处都是 因此 他们也需要分开来找寻 在他们这边 在阵法之中忙碌起来的时候 左锋已经盘膝而坐 先是开始进行调息恢复 之前那一阵子的忙碌 灵气本身也有着不小的消耗 现在 他必须要抓紧时间 恢复灵气 腹中的腹灵丸药力依然还在 此时左锋集中全力加以炼化 那剩余的药力 很快就被气完全炼化掉 在这个过程中 自身损耗的灵气 也在迅速得以补充 大约一刻钟后 左锋感到自己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虽然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是至少体内的灵气有了八九分 他心中也多少有了底 此时左锋心中一动 念力便开始缓缓地释放出来 之前急着恢复灵气 现在左锋也开始动用手段 准备调动起念力来 之前在操控阵法的过程中 念力曾经出现了那样的变故 这让左锋怎么可能放得下 他必须要找出症结所在 否则这问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死 对左锋来说 控制念力就如同吃饭喝水般容易 而且操控时如必指使般准确 大量的念力被左锋调动出来 并且迅速地开始运转起来 之前几次出现问题时 都是在念力全力运转的时候 因此只会是将念力调动出来还没完 接着必须要将这么多念力尝试着运用起来 既然是大量运用念力 左锋首先想到的便是刻画阵法 既然是使用念力来刻画推演阵法 那左锋当然也不会白白浪费 而是迅速地开始推演起护城大阵 之前在护城大阵的石灵阵法中 左锋不仅仅遇到了那处特别的独立空间 同时左锋也看到了护城阵法的核心就在附近 当看到核心阵法的瞬间 左锋也立刻明白过来 这扩城当初建成之时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那处独立空间的通道 而扩城的护城阵法之所以这般强大 主要原因也同样是因为 那处独立空间的存在 如今左锋搞清楚了独立空间 与护城阵法之间的联系 自然推演阵法的时候 也直接将二者放在一起 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推演 因为念力始终未见异动 所以左锋便开始将注意力彻底放在了推演阵法之上 如果说最开始左锋觉得面对护城阵法一头雾水 可现在寻到窍门后 很快便已经有了收获 如此一来 左锋整个人也变得愈加兴奋起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那种特殊的感觉再次出现 自己在全力调动的念力 翘无声息地开始消失 就好像一座水潭底部 翘无声息出现了一个洞 潭水表面无声无息 内部却已经在悄然流失 这个时候的左锋便是相同的感觉 似乎自己的念力 无声无息间被什么窃取了 这一次 他在感觉到那种特殊变化后 立刻就将注意力放在念力的变化上 推演阵法固然重要 但是他现在当然立刻将其他事都放下 立即开始寻找 自己脑海中问题的所在 随着念力的探查 很快左锋就惊讶地发现 念力所消失的位置 是在眉心后方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这个位置 所以也一直没有发现 问题出在这里 寻着那念力被吞噬的位置探查过去 很快左锋就发现了一处极为隐秘的所在 在那里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火苗 正在缓缓地旋转并燃烧着 当发现这小火苗的时候 左锋都不禁微微有些错愕 若不是这时候 念力有了变化 他几乎将这眉心处的存在 忘记得一干二净 那小火苗所在的位置 恰好就在那一团天火所在的附近 而且相比起天火来 它是那样的不起眼 若非是寻找念力消失的源头 左锋也不会找到这个位置 我竟然忘记了 在我的脑海之中 还有这样一个存在 如果不是出现这个变化 我都已经忘记了 在我的脑海之中 竟然还有一只寿灵 心中如此想着 左锋心中也在笑着 将注意力放在了那寿灵处 这只寿灵 当初是在玄武帝都的时候 雍徒 楚昭等人帮助下 又特别融合过天火 重新育育 成为的新寿灵 当时那寿灵 因为吸那天火重新孕育 之后又潜入自己的眉心之内 再没有了动静 甚至左锋自己 都要将之彻底遗忘 可是想不到的是 那寿灵如今 竟然又有了变化 而且还在 悄无声息地 吸收自己的念力 左锋心中不免好奇 同时也仔细地 观察起来这只寿灵 这一观察 左锋立刻又有了新的发现 怪不得会有新的变化 开始吸收我的念力 原来是他之前吸收起天火 如果不是我 让猎天玻璃出天火 存在了没信 这小家伙 恐怕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本章完 五逆焚天 第2148章 变身不测 作者 风橘子 早在上一次 与姚圈两人 被谦换叫百里追杀 一路狼狈 逃窜到最后关头时 左锋第一次见到寿灵 在这之前 左锋不仅未曾见到过 甚至都未听闻过 武者能利用寿灵与人战斗 那寿灵的攻击 与特殊的武技有些类似 攻击威力非常强 却存在着攻击手段单一的问题 而当初有楚昭和拥土等人的帮助 甚至在最后关键时刻 连那位焕空也直接出手 最后帮助左锋 凝炼出了自己这只寿灵 一般的寿灵 凝炼完毕后 就可以立刻加以运用 成为武者一种对敌的手段 可是左锋这只寿灵 却非常特殊 因为它本身被融入了一丝灵魂 一丝从左锋脑海中 剥离出来的灵魂 一般人当然不敢随意地剥离灵魂 那会让脑海和精神力 都受到严重损害 左锋却凭借自己拥有念海 以及数量庞大的念力为 根本成功剥离出了一丝灵魂 并且将之融入到了这寿灵之内 如此一来 属于左锋的这只寿灵 便彻底地不同了 因为灵魂的注入 这寿灵已经不是死物 而是拥有了自己的灵魂 是一个纯粹的生命存在了 这寿灵从它被融合成功后 便一直寄宿在左锋的眉心之内 因为它再没有了任何的变化 左锋也已经渐渐遗忘了它的存在 却没有想到 就在自己把天火分离出一丝 将天火存放在寿灵附近后 这小家伙便开始出现变化 它先是趁着左锋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地盗取天火 虽然一丝一缕地盗取 左锋也没看出来什么变化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小家伙 之后又开始对左锋的念力动手 开始吸收起了左锋的念力来 这种变化 对于左锋来说太突兀 它就算是搞清楚了 问题出在哪里 仍然要仔细地观察看看 毕竟这寿灵 可是在吞噬自己的念力 左锋不得不慎重对待 随着左锋的不断探查 以及对方在吞噬念力的过程中 彼此间隐约形成的联系 那寿灵的内部变化 也开始清楚地反映在 左锋的脑海当中 如此一来 左锋也渐渐地了解 这小小的寿灵 正在通过天火与念力的融入 逐渐向着成熟体态进化 这只寿灵 本身就拥有风火两种属性 而它当初就是以风为主 说起来那个时候的寿灵还不完全 更不要说 距离生命要差的就更远了 可此时此刻 再次仔细感受眼前的寿灵 风与火的交融 让其终于开始向着完全踢进化 更重要的是 左锋在其中 感觉到了一丝灵质的味道 寿灵本来就拥有 左锋的一丝灵魂 如此在通过吸收念力 很快 它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思维 而它所拥有的灵魂 和支撑灵魂的精神力 都来自于左锋 彼此间的联系 可谓极深 心中带着一丝期盼之意 左锋一边细细地体会着 这只寿灵的存在 同时还在源源不断地 向其提供念力 只不过那寿灵却非常特别 只有在念力全力运转的时候 才会悄悄地吸收 一旦念力有所减弱 它反而会停止吸收 这小家伙的智慧当真不俗 相信它吧 我的念力在强行运转 当成了一种饱和状态 然后再加以吸收 而当我不曾全力运转的时候 它会认为 吸收念力对我有害 便停止了一切活动 倒还是个很体贴的家伙吗 观察着寿灵在脑海之中的变化 左锋忍不住在心中 发出一声感慨 本来担心的是 自己的身体内出现什么隐患 现在看来是浮飞祸 甚至看着寿灵的 驾驶距离彻底孕育完成 也用不了多久 似乎更该庆贺才对 一边为那兽灵提供着念力 左锋忍也开始将注意力收了回来 既然那所谓的隐患已经不在 那他也可以安下心来 继续研究护城阵法 如果说 现在想要立遇不败 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扩城的护城阵法掌握在手 如此一来 任何痴魅亡两 都将不构成威胁 即使刚刚灭掉了那么多的幽名兽 鬼画家剩余那一大批武者 这些个麻烦 也已经成功化解 但是左锋却没有半点喜色 他还记得在那只五阶幽名兽的记忆之中 探查到两只六阶幽名兽存在 一只被杀 另一只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这本身太过诡异 但是对方只要存在 威胁就会一直在 好在如今那么一大批 三四五阶的幽名兽都解决掉了 那六阶幽名兽 就算还有同伴 网多了说 也就几十只 素王家 以及那些投奔而来的各个势力的强者 已经有足够的实力 解决掉最后的这些麻烦 在左锋这里搞清楚 念力被吞噬的原因 再次开始推演起 护城阵法的奥秘石 不远处的阵法之中 进入阵法中的几个人 已经围拢在了一起 唐斌和伊卡利 虽然修为很高 但是他们 却对炼药术所知不多 琥珀和罗掌柜 对于炼药所知不少 但是相比于端月瑶 仍旧还是差了一大截 此时 四个人正围拢在断月瑶的身边 看着断月瑶 一边操控着药顶 一边抽取着幽冥兽体内血液的过程 那八个活下来的人 琥珀已经处理完 但是能否活下来 就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了 只见断月瑶 封闭了面前幽冥兽主要的翘穴 并且以针刺入几条粗大的血管末端 这才将自身的灵气 灌注进入幽冥兽的身体之中 那些灵气好像无形的大手 不断地揉捏着幽冥兽经脉和血管 一点点的僵兽能和血液 都从其身体之中逼出 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且干净利落 最后 那些混合了兽能的血液 被其逼出后 直接投入到了面前的药顶之内 之后 他又开始加以炼制 整个过程同样不简单 因为段月瑶在炼制的过程中 会不断地向其中加入各种药材 本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罗掌柜露出了为难之色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 他犹豫再三 终究还是将花咽了回去 毕竟他也不傻 看得出来 自己小姐对那左蜂的情谊 这段月瑶使用的手法 正是要加抽取和炼制兽足精血的方法 这种抽取炼化精血的方法 各家都有一套独特的法门 抽取血液融合受能的方法 罗掌柜可以不在意 但是炼化的过程 以及添加药物的数量和手法 那就类似于一种独特的炼药术 也不怪罗掌柜会有些迟疑和矛盾 段月瑶当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显然也是下定了决心 罗掌柜就算是出炎阻止 也必然无用 琥珀等人开始还不明白 后来看到那一系列玄妙手法 再加上罗掌柜的神情变化 已经略微猜出来其中的缘故 几个人倒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大家也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这套手法对药家必然很重要 之所以交给他们三个人 也是为了抽取出来的兽血精华 这套方法是绝不能够再传给其他人 本来就没有打算藏私地断月瑶 留几个人在身边 看着自己将三只幽冥兽的尸体中的精血 抽取出来加以炼化 随后才让几个人离开 各自去寻找寿施 开始炼化精血 如此一来 四个人也渐渐分散开来 在假山群周围忙碌起来 这边的战斗已经结束 素王家和其他中小势力的人 一个个都悄悄地从各自藏身之处走了出来 因为之前为了不引起幽冥兽的注意 所有人几乎都是分散开来藏匿 直到有讯号命令传来时 再出来加入到战斗中 只不过这些人内心忐忑地 一直在等待的大战没有出现 最后反而是那道迷幻大阵 缓缓被撤去 不管是闯入禁阵法的幽冥兽 还是那些在阵法之中的鬼化家舞者 都已经几乎看不到人意 大家带着一丝好奇 向着阵法所在靠近过去 看到的却是阵法之中 几个奄奄一息的身影 以及忙碌中的四个人 因为有过特别的交代 大家就只停留在外围观察 没有向着假山群之内深入 便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着一道流光滑过 那是一道急驰而过的身影 因为速度实在太快 眼睛看到 那身影闪烁而过后 要过上差不多一瞬间 才会有划破空气的音爆声传出 这身影来得实在太快 除了唐斌和伊卡丽有所察觉外 就是不远处 还在以念力推演护城阵法的左风 有所觉察 唐斌和伊卡丽 第一时间就向着那身影冲去 可是他们两人的速度 依然还是慢了一瞬间 当他们冲过去的时候 那身影已经突然出现在了 段月瑶身边 一只毛茸茸的大手 直接捏住了段月瑶的脖子 并且挥手一拳一脚 分别朝着赶来的伊卡丽和唐斌打去 二人直接被对方击飞 唐斌和伊卡丽 两人并未受伤 同时 他们也察觉到 对方未曾全力出手 可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更加震惊不已 七阶 两人几乎同时震惊地喊出声 因为就凭借刚刚的一击 他们已经看出对方的深浅 达到七阶层次 身体已经有一部分开始化形的七阶幽明兽 实力之强 远超唐斌和伊卡丽 只见那七阶幽明兽 一手抓着段月瑶 另外一只手夺过段月瑶手中 一只水晶瓶 那瓶终胜 放了大半瓶的暗红色粘稠液体 正是段月瑶之前 炼化的瘦血精华 冷冷一笑 那七阶幽明兽 直接将水晶瓶丢入口中 随即嘎蹦蹦地咀嚼了起来 连着碎裂的水晶瓶和大半瓶瘦血精华 被其直接吞吐腹中 本章完 《武逆焚天》 第2149章 《无悔红颜》 作者 风橘子 嘿 嘿嘿 如夜宵提叫般的阴森声音 自那只半画形的幽明兽口中传出 阴冷的仿佛从九幽地狱传出来 让每个听到的人 都有种冰寒入骨的感觉 这七阶幽明兽 刚刚开始画形 所以身体的变化 只有五六分的人类样 甚至皮肤的颜色与毛发 还是幽明兽的模样 眼看着那幽明兽的猙獰模样 唐斌和段月瑶 都不约而同地想起 当初在局城之外 叫嚣着 要图进全城之人的名业 两者之间从模样上来看 并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从外形上来看 倒是大致能分辨出来 眼前这只是雄性幽明兽 当初在局城的那一只位雌性 只凭借刚刚瞬间的交手 唐斌和伊卡利便清楚地知道 两人就算合力 也绝不是眼前幽明兽的对手 甚至集合所有在场 预期七强者 想要战胜对方的希望 都很渺茫 而且 对方现在还将段月瑶 抓在手中 大家对其投鼠忌器 如果全力出手 最先受到重创的 必然是段月瑶 因为他毕竟只有赶七七 接近中七的实力 肃坚和王霄这些 预期七强者 以及肃明 康义这些那七七巅峰强者 也跟着一同飞出 只不过 这些人的想法 与唐斌和伊卡利相同 一来畏惧对方的实力 二来更是害怕伤 极端月瑶 因此 都不敢轻易出手 嘎打崩 咔嚓 咔嚓 水晶瓶的碎片 会像刀子一般锋利 可是那七阶幽明兽 却好似嚼豆子般 轻松将之嚼碎 与那大半瓶的瘦血精华 一并咽了下去 仰着头 将口中的瘦血精华 咽入腹中 七阶幽明兽 那隐约带着人类模样的脸庞上 能够分辨出舒爽的表情 半晌后 那幽明兽 这才缓缓地低头 向着断月摇望去 眼中带着几分陶醉之色地说道 想不到 人类竟然会有这等手段 能够将我族的血液 抽取炼化到这般精妙的地步 我甚至已经爱上这种味道了 看你的容貌 在人类之中 也算得上是上家之资 不错 以我日后的身份 身边怎么样也要留一个人类的女宠 就是你了 这只幽明兽 先是对断月摇 炼制精协的手段 赞不绝口 随后又一脸银鞋的上下 打量起断月摇 七阶幽明兽本身的智慧已经很高 可毕竟兽族和人类 有着不小的差异 刚刚化形的七阶幽明兽 也根本无法分辨断月摇的美与丑 可是 兽终究是兽 如果让他将断月摇带走 还真的说不准会做出什么 令人发指的事情 断月摇想要反抗 奈何对方那让他恶心的手掌 坚定地捏住自己的喉咙 甚至想要扭断自己的脖子 也不费吹灰之力 心中一片悲凉 在这个时候 断月摇已经猜到了自己的结局 自己绝不能让眼前的畜生玷污自己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了结性命 相信自己死去后 其他人再无顾忌 自然能够全力出手击杀这家伙 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连断月摇都想不到 自己从落入对方手中 到做出自我了结性命的决定 前后就只用了不到三夕时间 下定了决心的断月摇 便要准备动手 他虽然无法反抗对方 但是想要自尽 还是有太多办法 尤其是对于医道了解很深 断月摇可以想到 十几种不太费力 又没有太大痛苦死去的方式 可是真正要动手的时候 断月摇不禁又有些迟疑了 他并不是因为恐惧而迟疑 而是因为不舍 当他决定尽快了断自己 以全民结时 心中却有着难以抑制的剧痛传来 就在这个时候 断月摇的脑海之中 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当初在突山小镇第一次见到 就让他印象极为深刻 后来同门的程天豪 暗中对此人下手 甚至联络阴团对付他 却都每每以失败告终 之后 帝都发生的一切大事 都与那个人 有着密切的关系 甚至自己四分五裂的家族 也因为这个人 重新合而为一 那个时候 断月摇便知道 这一生 恐怕都无法将此人忘记 对方真的就这样 住进了自己的心里 无数次午夜梦回 断月摇抱着被子 将头深深地埋起来 他不敢对别人讲 自己在梦里 都发生了什么修人之事 阔城在见到那个人 断月摇感觉到 似乎上天都在帮自己 他已经下定决心 当一切尘埃落定 自己定然要将心中的想法 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 可是那些心里话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 他需要面对死亡 他也可以接受死亡 但是 他却还有着深深的遗憾 秀眉微微促起 断月摇不知不觉间 已经咬破阴唇 带着满心的遗憾和不舍 他准备离开了 用自幼学习的精妙手段 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的性命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着无数的浓雾 缓缓地涌来 那些雾气出现得有些突兀 可是来世却极为迅猛 几乎在一瞬间 就铺天盖地地袭来 如同滔天的巨浪猛地 向着位于阵法中的 七街幽名兽砸了过去 连不远处的唐冰和伊卡利 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而惊讶地张大嘴 可随后 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家的城主出手了 虽然是只有 赶气气巅峰的左锋 可是知道是他出手了 众人反而心中烧鞍 身在浓雾汇聚的核心位置 段月瑶同样第一时间 察觉到了这些变化 在一瞬间 她的脸上浮现出了 难掩的喜色 可只有一瞬间 那满脸的喜色 便迅速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不 不 不要来 你不要来 段月瑶惊恐地大喊大叫着 虽然她的脖梗被对方捏住 但是这个时候 她却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拼命地挣扎出了一丝空隙 并且用尽全部力气呼喊着 可就在她的喊叫声中 一道身影 已经缓缓地在其眼前浮现 对方的身影和容貌 从浓雾中踏出 段月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眼前的景象 却已经模糊一片 现在的段月瑶哪里还有玄武第一美人的滋容 整个人剃泪横流 狼狈得已经不成样子 那出现之人 正是她之前脑中所思念的 放不下的 牵肠挂肚之人 可如今真正见到对方 却又是内心 绞痛得难以自制 来人自然是左风 也唯有左风 能够将这阵法控制得如此自如 瞬间将已经静止下来的阵法 重新调动起来 只不过 那手捏段月瑶的七阶幽名兽 对于眼前的浓雾 根本不屑一顾 甚至面对那迎面冲来的青年人 也只是淡笑着扫了一眼 轻轻一拳挥出 那毛茸茸的拳头上 充满了恐怖的爆发力 正打在了左风的前胸 碰 剧烈的闷响声传出 左风的前胸直接被冻穿 吓得段月瑶浑身冰寒一片 不过下一刻 那被冻穿身体的左风 便已经化作一团白雾散开 就在这边左风化作白雾的一刻 幽名兽背后 却是有着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从后方杀来的左风 从鼻子中发出了一声低哼 幽名兽根本都没有回头 就向着后方发出一记肘击 同样在一击之下 左风的身影破碎开 化作了一团白雾散开 之后 左面 右面 下方和头顶 不断地有左风的身影出现 不管是眼前所见 还是感受到那气息的波动 分明就是活生生的人 可是 每当幽名兽一击落下后 都会化作白雾消散开来 每一个都是左风用阵法制作出来的幻象 看起来完全是依靠幻象出手 实际上 左风本体 一直游走在七阶幽名兽身边 一直在默默地寻找机会 奈何眼前的幽名兽 实在太过恐怖 不论自己如何利用幻象 都寻不到半点出手的机会 当段月瑶出现问题的时候 左风便已经悄然而来 几乎与唐斌和伊卡丽同时行动 只不过 他实力不及那两位 因此不敢贸然出手 直到刚刚看见段月瑶的神情变化 他立刻猜到对方的想法 这才逼不得以强行出手 这混蛋幽名兽 必定是之前那六阶的家伙 想不到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 竟然是躲起来 跨入了七阶层次 这一下还真的是棘手了 心中如此想着 突然左风看到段月瑶的目光 有些焦急地在浓雾中寻找着什么 那模样看在左风的眼中 心头一阵莫名的绞痛 他只是我的好朋友 或者 只是比好朋友更亲密一些吧 也就 也就 仅此而已 左风在心中自我安慰着说道 可是下一刻 左风看到段月瑶那垂直的手 缓缓抬起 朝着自己的胸口 大雪山中 雪暗去 不 左风立刻一声 再也顾不得其他 整个人直接掠出浓雾 朝着那七阶幽名兽 冲了过去 这一次 幽名兽与之前一样 仍然是毫不在意的随手一击 毕竟只是敢气气巅峰的小舞者 根本让他提不起兴致 一击挥出 却是与之前完全不同 那之前出现过数次的身影 这一次没有发动攻击 而是直接竖起 手臂防御 拳头轰在了手腕上 立刻传来金属碰撞的巨响 与此同时浓雾中 一根银色的金属棍 诡异窜出 猛地朝着七阶幽名兽的后脑落去 准确无误地 砸在其后脑的要害位置 本章完 《舞逆焚天》 第2150章 被逼现身 作者 风橘子 突然来到的七阶幽名兽 也是刚刚才迈入七阶层次 其本身实力本该在稳固阶段 按道理来说 它不该具有这样的实力 尤其是刚刚踏入七阶的幽名兽 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进行划行 可是这幽名兽却不同 它的境遇十分特别 恰好在其实力 到达六阶巅峰层次的时候 遇到了一丝本族的皇者血脉 血脉的量虽然不多 可是那毕竟是幽名一族的皇者血脉 其强大程度已经不会被数量所局限 哪怕只是一丝一缕 都有改造根本的能力 因此 眼前这只幽名兽 才会极为嚣张地为自己取名名战 是要成为本族未来的战神 提升到七阶层次后 本来至少该数年后才开始的划行 如今却已经开始慢慢地出现 这自然也是名战信心的来源 离开石灵阵法的它 一路不急不缓地慢慢飞驰 之前那些先一步展开行动的本族 它并未放在心上 倒不是因为对那些同族很有信心 而是它并不太在意 即使没有那些四五阶的幽名兽 现在的它也有信心荡平或成全部人类舞者 因此 在飞略之中 七阶幽名兽名战一边飞行之中 一边不断地稳固自身的修为 按照最初感知到的方向 一路不急不缓地向南而来 这名战却未曾发现 就在它身后不太远的空中 一道极其隐晦的身影 正悄悄地跟随在后方 只不过 这跟随而来的是一道灵魂体 因此 不仅没有任何实体 甚至就连气息也非常的隐晦 除非一些精神力及其强横之人 否则根本无法捕捉到它的存在 这若隐若现的灵魂体 实际上正是那之前被左锋击杀掉的名誉 若非它拥有了幽名一族的皇者血脉 灵魂结构与一般的幽名兽 有着本质的区别 恐怕早就已经彻底灭亡了 利用灵魂的特殊 再加上最后卷走的十几滴金色血液 它这才一直勉强存活至今 可是茗玉心中清楚 自己不可能一直保持灵魂状态生存下去 除非是那些精神力化为念力 并且灵魂非常强大的至高强者 脱离肉体的灵魂 无法长时间暴露在外 没有躯体的灵魂 会不断地消耗着精神力 当精神力消耗到一定程度 不足以支撑和保护灵魂的时候 便是彻底陨落形神俱灭之时 它非常渴求一具躯体 一具适合自己再次复生的躯体 而眼前这名战的身躯 显然对它来说最为合适 本就是同族 而且已经达到了半化形的状态 只要自己能够找到机会 闯入对方的十海之中 将其中占据下来 它相信 凭借自己纯粹的皇者血脉传承 对方十海之中 老祖留下的传承之力 也会帮助自己 完成最后一步的 可夺取躯体的前提 必须是在对方相对虚弱 没有力量反抗自己的前提下 如果像现在这样 状态非常好时 它自认为 可没有半点机会 夺取躯体 甚至有可能反被对方吞噬 用来壮大对方的灵魂 而自己最后的十几滴皇者血脉 也将会便宜对方 就是因为有着诸多的顾忌 名誉才不敢轻易出手 只能在后方悄悄地尾随着 一路行来它倒是看到了不少童族的躯体 其中不乏四阶和五阶的存在 可是这些童族的躯体 名誉根本看不在眼里 而且也根本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 名誉想要复活 那么它需要的 便是一具鲜活的肉体 而不能是已经彻底消亡的死尸 因为生命一旦消逝 肉体也会彻底失去生机 如果是在刚刚消亡的一瞬间 它占据其中 并且利用血脉之力 有希望将躯体重新焕发生机 否则彻底死亡的身躯 与一堆烂肉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这倒不是名誉太过挑剔 而是它想要复活 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 它虽然已经锁定了名站 但是也并未放弃其他可能 一路跟随的过程中 同样在寻找着 其他容纳灵魂的肉体 可是直到某一刻 那名站好似发现了什么 满脸兴奋地大笑起来 突然发力向前飞驰而去 直接就将名誉给甩脱 本来心中一惊 以为对方发现了自己 可是在想想 若对方真的察觉自己 第一选择绝对是动手灭杀 肯定不会急着离开 带着疑惑 名誉也是 尽量发挥出全部速度 朝着名站离开的方向 追赶了下去 如此一来 名站来到素家府邸的时候 名誉还在后方紧赶慢赶地 朝着飞掠而来 因为被甩得太远 名誉很快便失去了目标 便只能大概朝着南方飞来 恰在名誉不经意间 错过素家府邸 即将朝着南面城门 而去的时候 突然间一阵波动 将他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心中一动 留意到东南方向变化的名誉 略意犹豫 便朝着那处波动位置 快速冲去 不断靠近的名誉 很快就看到 一座充满浓雾的大阵 浮现在眼前 看到那座阵法后 名誉稍微有些迟疑 他虽然是幽冥兽 但还是能够感受到 阵法中的波动非常强烈 他现在毕竟只是一道灵魂 不敢轻易设险 一旦阵法 有针对灵魂的功能 自己进入后 可能会直接陨落 就在他迟疑不绝的时候 阵法之中 突然有着一股 强烈的气息传来 当感受到这股 强烈的气息后 名誉目中 闪过一丝狠力 静止朝着阵法之中钻去 那爆发出来的气息 名誉非常熟悉 正是自己一直锁定的目标 名战 而且通过刚刚传递出来的气息 可以感觉到 名战的实力正在全部爆发 尤其是那气息之中 存在着强烈的怒火 名誉在那阵法中 捕捉到了一丝机会的味道 哪怕明知道会有危险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 冲入了阵法之中 当名誉来到阵法之外 迟疑不绝的时候 也正是那七阶幽冥兽 受名战 受到攻击的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类舞者 都没有被名战放在眼里 更何况 这人类舞者 才只有赶气巅峰 左锋不断地以阵法 发动进攻 在名战眼中看来 甚至显得十分可笑 偏偏在他认为 眼前人类小舞者 不过是在骚扰自己的时候 左锋利用御风盘龙棍 发动了强横的一击 本来没有将左锋放在眼里 却是在他意想不到的情况下 攻击直接落在了 自己后脑位置 直到那御风盘龙棍 砸在名战后脑上 那名战的脸色 才骤然一变 强横的灵气 狂猛爆发而出 不仅仅是这一击中 蕴含了极强的灵气 同时也携带着 强大的肉体力量 要知道 左锋不仅在肉体中 储存了修为结晶 同时还拥有着 五阶巅峰的肉体修为 堪比那气巅峰的强者之力 两种力量 彼此结合同时爆发 攻击力自然极为恐怖 不过就是这样的一击 想要伤到七阶幽冥兽 也近乎不可能 但问题是 这七阶幽冥兽 名战 几乎在毫无准备之下 遭到的一击 而且 还是脑后相对脆弱的 要害位置 就是这一击 不仅将名战打猛了 同时也彻底给激怒了 浑身兽 能陡然迸发开来 如离弦之剑般 向左锋冲去 面对名战那一击时 左锋也算是透彻地 体会了一次 七阶幽冥兽的强大之处 当初在局城时 完全是依靠阵法 与那几个强大的幽冥兽战斗 而刚刚那一击 自己可是 完全凭借自身实力来硬抗 对方那一拳落 在囚索上 也正是依靠了囚索 同时又使用了 玉力和泄力之法 这才勉强将 对方的一击化解掉 好在左锋用来抵挡的 这条手臂 不是之前受伤的那一条 否则刚刚开始愈合的手臂 现在恐怕立刻会被再次折断 可就是这样 在对方一击之后 左锋还是感到 半边身子都酥酥麻麻的 那名战调动 全部受 能 直追 而来挥起拳头 再次发动攻击 眼看着那沉重的一拳 便轰在了左锋的头颅之上 眼看着左锋已经来不及躲开 段月瑶交集得五内如焚 偏偏什么都做不了 只是当那一拳彻底击石后 左锋的头颅和身体便直接化作一片白色的浓雾消散开 还未来得及让段月瑶松口气 同一时间六个左锋浮现出来 环绕在名战的周围 合力发动起攻击 如今被彻底激怒的名战 看着那么多相同的身影 忍不住怒吼一声 便直接将段月瑶给抛了出去 抛下段月瑶的名战 他也彻底放开手脚 疯狂地朝着周围的虚影扑去 看似随意的攻击却都蕴含着开山猎石般的巨大力量 那些幻化出来的虚影 几乎在瞬息之间便被彻底打碎 左锋的本体并未在其中 而此时的左锋真身 已经突然出现在了五六帐外的一处浓雾中 在他出现之时 也恰好是段月瑶飞来之际 如果任由段月瑶这样砸落下去 就是名战贯注在其身体上的力量 便可轻易让段月瑶被摔死 因此左锋出现了 他来就是要救段月瑶 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去 可是就在段月瑶被接住的瞬间 一道虚影便已经浮现在了左锋身边 看你还怎么躲 妈的 老子今天一定要蹂躏思念 随着那身影浮现 明湛冰冷的声音也同时传了过来 眉头深深锁紧 可左锋却毫不犹豫地接住了段月瑶 并且在化解掉大部分力道后 将之狠狠地抛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本章完 五逆焚天 第2151章 争取时间 作者 风橘子 当段月瑶被抛出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那七阶幽冥兽的目的 对方就是要借自己来逼迫左锋现身 他想要阻止 却偏偏无力阻止 他用尽全力去挣扎 可是在一只七阶幽冥兽的手中 他的反抗显得那般无力 整个人飞快地向着地面砸落而去 段月瑶下意识地想要开口 但是画到了嘴边 却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 因为 那熟悉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眼前 自己的警告也已无用 而且 在看到对方的瞬间 段月瑶便已经明白 他与自己一样都清楚 这是对方的陷阱 缓缓出现的身影正是左锋 他轻轻张开双臂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那笑容平静 坦然 还带着几分安慰的意思 不 不 段月瑶几乎用尽了浑身力气 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着 那喊叫声中 透出浓浓的祈求味道 他不想也不愿左锋如此做 脸上依然是那和煦的笑容 左锋开口轻声说道 放心 没事的 在他说话的时候 已经将段月瑶接住 巨大的冲击力 带着两人飞快地旋转 对于力量的掌握 左锋还是小舞者的时候 就已经修炼过借力打力的方法 再配合上了风属性灵气 二人只旋转了一圈 左锋便直接将段月瑶 朝另一个方向稳稳地送出 在段月瑶的眼中 左锋的脸庞早已经模糊一片 那满是泪痕的脸上 写满了悲伤 喉咙之中 好似被什么堵住 根本说不出话来 他唯有哽咽着 拼命地摇头 在段月瑶被抛出的时候 七阶幽冥寿命战 便已经出现在左锋身边 显然他在之前 便已经看透了左锋的意图 从旁不断地骚扰 就是要将自己手中的女子救下来 那么他便索性利用女子 逼左锋现身 其实左锋心中也充满了无奈 当段月瑶被抛出的时候 他立刻便洞悉对方的阴谋 可是让他自己 都想不到的是 自己甚至未经过任何思考与衡量 便直接到了段月瑶身前 全身的灵气 已经疯狂调动起来 整个人也都完全绷紧 面对一只七阶幽冥兽 就在自己的身边 左锋能够想到的办法 唯有使用天火 可是就在左锋想要调动天火的时候 眉心之间那一缕天火后方 却有着一丝细微的波动传递出来 本来一直潜伏着 除了吸收念力和天火 便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的兽灵 此时突然有了波动 也许是感觉到了 左锋生命遭到威胁 也有可能是 吸收了大量的念力 终于要产生一些变化 只是看样子 似乎后者的可能要更大一些 如果只是感受到危险就有反应 那他早就该有动静了 显然这次的动静 多半还是与兽灵吸收了 左锋部分念力有关 只是这种变化 他也不敢肯定 就是那兽灵 已经能彻底孕育完成 我可以为你提供更多的兽血精华 其中还包含了魔兽一族中 致强者的兽血精华 目光一闪 左锋急忙开口大声喊道 对方虽然没有急于发动攻击 而且只要出手 自己绝对无法抵挡 虽然天火这个手段非常强大 但是对于念力的损耗太大 如果可以 左锋不希望在这个时候 被动使用天火 一来 对方有避开的可能 二来自己现在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希望 本身就极为强大的兽灵 在融合了天火之后 相信就算刚刚孕育成功 应该也会拥有不弱的战力 因此 左锋抢在对方动手前 率先开口 将对方的注意力吸引住 而从对方的反应来看 至少到目前为止 左锋赌队了 想要吸引对方的注意 左锋首先想到的就是 对方需要什么 看那七阶幽冥兽出现时 根本为理会下方满地的幽冥兽尸体 而是直接去抢夺段月瑶提炼出的精血 就说明了 他在意的到底是什么 果然 那七阶幽冥兽名战 没有立刻对左锋动手 可是那强大到变态的气息 已经直接将左锋给层层笼罩 现在的左锋 就好像被囚禁在渔网中 不论如何挣扎 都无法摆脱对方受能的挤压 如果对方要出手 左锋将没有任何机会 只能站在原地承受 看得出眼前的幽冥兽 并没有什么耐心 左锋也毫不啰嗦地 取出了一只水晶瓶 这水晶瓶之中 盛放的是兽血精华 而且是魔兽的兽血 在取出水晶瓶的时候 左锋不经意间伸出指甲 在球锁上轻轻刮了一下 那球锁上 有一层透明的粉末被刮下来 然后翘无声息地弹入水晶瓶之中 这一系列动作 左锋做得非常小心 因为是在对方兽能的控制下 左锋甚至不敢动用 哪怕一丝的灵力 因为稍微有一点异动 都会被对方察觉到 好在自己的小动作非常隐秘 那七阶幽冥兽 也因为太过自信 而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从品质上来说 水晶瓶中盛放的是一只 四阶魔兽的兽血精华 比起刚刚断月瑶提炼的那些 要差了不少 但是左锋却很有信心 轻轻一用力水晶瓶 便直接朝着七阶幽冥兽 名战抛过去 月嫌几分狐疑地望着左锋 那名战接过水晶瓶后 微微偏头 用鼻子轻轻闻了闻 随即那双小眼睛 就突然瞪得滚圆 这是从哪里来的 受血之中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说 给我说 名战只轻轻地闻了闻 便立刻从其中捕捉到了一丝 让他兴奋不已的气息 那是一缕地之精华 虽然不算多 可是对于任何兽族 都是绝对的大补之物 面对那冰冷而焦急的眼神 左锋故作慌张地说道 什么大地精华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 那被杀魔兽的老祖 是灵药山脉中 核心位置的至高存在 目光灼灼地盯着左锋 似乎要从他的脸上 判断出刚刚那番话的真假 可是以左锋的演技 又如何会让名战 看出什么破绽 稍有迟疑 名战便迫不及待地 举起手中的水晶瓶 直接将那瓶中的血液 一饮而尽 看着他那一脸享受的模样 显然是对这瓶 受血精华极为满意 左锋不动声色地暗自观察 心中同时在徘徊 若非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也不会将这瓶 受血精华取出来 那其中混合了一部分的 大地精华 却是为了尝试 为菊成的那帮弟兄们 提升修为和肉体而炼制 眼下情况紧急 他才不得不将之取出来 并且偷偷在其中加了一点料 在左锋的求索之上 沾染了当初药驼子的 除灵之毒 这种毒物 是从兽足身体内提取出来 为的是强化人类 可最后却因为药性太过霸道 反而变成了一种强力的毒药 既然是来自于兽足 左锋猜测 如果混合在受血之中 对方应该很难察觉到 而这种除灵之毒 很可能会对幽冥兽有些好处 但是 随着药性不断释放后 其他的弊端 也会随之显现 目光紧紧地盯着对方 左锋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际上却是拼命在脑中 催动念力 既然这兽灵的变化 与念力有关 那么左锋直接将自己 能够调动的念力 全部运转 误求让兽灵得到最大的补充 如果不拿出让对方心动之物 根本无法起到 拖延时间的效果 可如果拿出的是 纯正的地支精华 或者是 幽冥一族的皇者血脉这些 面前的名战 恐怕会直接狂性大发 现在拿出的这个 是左锋衡量在三后的决定 其中添加的那么一丝的支精华 足以引起对方的兴趣 而雏灵之毒的效果 要不了多久 便会出现效果 而且雏灵之毒 发作的最初效果 也许对人类来说难以接受 不过以左锋对兽族的了解 起码最初的变化 对兽族还是非常舒爽来着 抓紧一切时间灌注念力 在这个过程中 左锋能够感受到 兽灵在不断地成长壮大 甚至能够感觉到 其中渐渐地有着生命波动 传递出来 快了 已经快了 再快些 一定要来的 急 一定不要让我失望啊 左锋在心中默默地念叨着 同时偷偷打量着面前的 七阶幽冥兽 名湛 只见那名湛满脸的惊喜 身体之外无数的兽 能不断地浮动着 好似整个人都在享受着什么一般 片刻之后 名湛的脸上 突然有着一抹惊喜出现 并且好奇地抬头向着自己的手臂 望去 只见那已经化形的手臂外 本来是长满了浓密的毛发 就在他望向手臂的时候 那上面的毛发 便开始慢慢地脱落 仔细观察会发现 一片片略微粗硬的毛发 从皮肤内长出 就是他们将之前的毛发 直接给顶掉了 而明湛更在意的 不仅仅是那些毛发 他的注意力 此时反而完全集中在皮肤和肉体之上 在他的感觉中 自己身上的皮肤和肉体 正在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 不断壮大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的兽能被抽取 可是以他的眼光 立刻就感受到 这种强化 对自己溢出太大了 毕竟 兽足赖以战斗的主要资本 便是肉体 哪怕是到了八阶或九阶层次 肉体的强大 依然是巨大的优势 眼看着七阶幽冥兽 一脸兴奋地 望着自己的身体 左蜂反而变得更加焦急 对方的身体 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最初的时候还没什么 可时间久了 对方必然会察觉其中的问题 本章完 《武逆焚天》 第2152章 欢迎搅局 作者 蜂橘子 一道倩影积射而出 若是单纯从身法上来看 此人现在的速度 恐怕已经达到 预期期巅峰层次 只不过正在快速飞行之人 甚至想要改变方向都做不到 只能任由自己 以如此恐怖的速度 不断地向前冲去 如果在他面前出现任何阻碍 必然是粉身碎骨的结局 只不过 此时这女子对自己的安危 反而并不在意 整个人就这样完全放松 任由那巨大的力量 带着自己向前飞去 也不管最终会落向何处 突然 在女子飞略的前方 一道人影出现 那同样是一名女子 不过此时出现的女子 可是有着预期中期的修为 那被抛飞者 自然是段月瑶 而出现在他前方之人 正是伊卡利 这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巧合 而是左风 在将段月瑶抛飞之前 就已经寻到了具体的方向 并准确无误地 将之投向了伊卡利 早就有所准备的伊卡利 双手抬起 迅速地将灵气凝聚在掌心 在她的全力运转之下 一颗水球便出现在其面前 那是由伊卡利的水属性灵气凝聚而成 恰好水球刚刚凝聚成形 段月瑶也恰好来到 一头就直接冲入到了水球之中 那水球比起一般的水要沉重许多 而且在段月瑶撞入其中的时候 巨大的冲击力 让水球猛地扭曲变形 只维持了一瞬间 水球便直接炸裂开来 不过经过水球这么一挡 倒也将其中的力量 卸去了一部分 张开双臂 再段月瑶撞向伊卡利的瞬间 她直接向后倒飞的同时 将冲力再次化解 直到这个时候 一双坚定而有力的大手伸出 稳稳地抵在伊卡利的后背处 这才完全将段月瑶的冲击力 完全化解掉 感觉身体终于停下 段月瑶这才茫然地转头 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伊卡利 可是那双目之中 分明没有焦点 好似在看着一个陌生人般 突然 段月瑶仿佛猛地反应过来 抓住伊卡利的双肩 大声喊道 救他 快救救他 你们一定要救他 伊卡利和唐斌两人 听到这番话后 脸上反而闪过一抹无奈 唐斌摇了摇头说道 城主在动手之前特意交代过 一定不能轻举妄动 这七阶幽冥兽极为强悍 我们所有人合力都未必是其对手 在你被擒后 城主传音给我们 一定要想办法将你救下来 送你安全离开这里 至于对付那个家伙 由他来想办法 一旁的伊卡利 秀眉猥琐 表情显得有些痛苦地说道 文婷此言 段月瑶一张俏丽的小脸 顿时垮了下来 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他知道那些交代 都是在自己被擒之时 左锋向他们特别嘱咐的那些话 为的是自己的安全 现在自己倒是脱险了 可是左锋却等于代替自己 深陷险地 左锋能为了救自己 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他心里甜得 好似要流出蜜来一般 可段月瑶 其实只是想要知道 左锋能够为他做到这一步就可以 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他情愿自己当时就那么死去 不要将左锋给拖入险地 伊卡丽和唐斌两人 同样担心左锋 但是他们却没有段月瑶那么夸张 因为唐斌亲眼目睹 左锋利用烽火盘龙棍 直接将一只六阶幽冥兽 当场击杀 伊卡丽也不觉得 自家城主会 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就这么贸然冲过去 将段月瑶换下来 因此 他们反而没有随意出手 害怕的就是帮忙不成 反而破坏了左锋的计划 有的时候太过信任 也不是一件好事 左锋每每行事都很稳重 往往都会考虑清楚各种状况 准备好应变之法才展开行动 结果这一次贸然出手 反而让自己手下之人 误会自己这次 依然是谋而后动 放心 我刚刚已经联络过 素王家的那几位 他们现在都隐藏在周围 虽然浓雾对视线有影响 却不会有任何幻想 因此 我们只要找好机会出手便可以了 唐斌极为冷静地说道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位足智多谋 冷静如恒的女子 如此方寸大乱 在为左锋感到高兴的同时 也赶忙在一旁安慰着解释道 如果此时 让左锋听到唐斌和伊卡丽的话 他恐怕就算不被气地 吐出一口老血 也定然会忍不住怒骂一顿 老子都陷入这种境地了 如果真的有什么手段 岂不是早就出手了 哪里还会这么乖乖地待在对方手中 很明显 我现在需要帮忙 你们这帮家伙 又死到哪里去了 一边愤怒地想着 左锋一边疯狂地催动着念力 他能够感受到 寿灵正在慢慢地苏醒 只是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可能是下一个瞬间 也有可能是树西之后 也有可能一刻钟 一个时辰 心中充满焦急地 不断催动念力 甚至通过念力 不断将自己的情绪和思想送出 只不过不知道对方拥有多少的智慧 所以 左锋只是借助念力 释放出单纯的催促情绪 可是 兽灵除了在不断地吸收念力外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那种生命波动 也根本不带有任何的兴趣 偷偷睁眼望了一下对面的幽冥兽 此时那七阶幽冥兽名战 脸上的神情已经略微有些变化 刚刚那种忘乎所以的惊喜已经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浓浓的阴郁之色 此时他低着头 正在看着身体纸内钻出的一片片细小的灵甲 现在 他已经不去在意第二批钻出身体的灵甲 注意力反而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肉体的强化 固然让他兴奋不已 可是这强化的过程 却会大量地吸收自己的兽能 如果只是一两次 哪怕是三四次的改造和进化 他都还能够接受 问题是 明战不清楚 这种改造什么时候会结束 如果超过四次 自己的兽能将会变得匮乏 次数若是再多 甚至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因此 在度过了最初的兴奋过后 明战现在已经冷静下来 不禁对那之前 喝下的兽血精华产生了怀疑 也算是左风比较幸运 在幽冥一族中 有一批幽冥兽 曾经传送进入 陷空之地的地底洞穴 并且吸收了一部分 其中的地之精华 不过能够去往 陷空之地地下洞穴 并且有资格享用 地之精华的幽冥兽 都在八九阶层次 最低也要达到 七阶后期左右 这明战 也就在不到一个时辰前 刚刚跨入七阶层次 因此 这还是他第一次接触 地之精华 没有经验的明战 此时心中略微感到怀疑 可是又不敢肯定 所以 他还在认真观察着 身体之中的变化 同时也将左风盯得更紧了 如果明战早就接触 甚至是吸收过地之精华 现在立刻就会察觉到问题 左风就算一万个不愿意 也只能勉强调动 那一团天火来 拼死一战了 可是就在左风心中 焦急的时候 眉心之中 隐隐出现了一丝微妙的波动 与生命波动和能量波动不同 这突然出现的波动之中 隐隐带着一丝情绪在其中 那波动之中 左风能够感受到 一种好奇的意思 对方在向外试探性地探查 似乎像一个婴儿 第一次睁开眼睛 好奇中 又带着几分恐惧的观察周围一般 感受到这丝变化的左风 险些就要高兴地大笑起来 好在他还算是非常谨慎 因此在感受到变化后 依旧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并且迅速地开始跟对方沟通起来 可是 不知是第一次探查 让兽灵感到了危险 又或者 他只是 无意识地随意释放出一丝波动 总之 不管左风如何沟通 那兽灵再没有了任何反应 也就在这个时候 第三批灵甲 在一片稀稀锁锁的声音 响起中开始脱落 经过这一次后 名战的身躯 已经变得极为强悍 相比同阶的幽冥兽 至少要强了一个档次 可现在的名战 脸上那种犹豫不决的神情 已经逐渐转变为了阴冷的杀意 目光也从自己的身体 转向了左风 人类小鬼 告诉我 你到底在那受血之中 搞了什么鬼 名战咬牙切齿地盯着左风 说话之间 兽能迸发而出 猛地从四面八方 朝着左风挤压去 对方并未直接出手 只是凭借兽能的挤压 就已经让左风赶到自己的身躯 将要承受不住 若非自己不是经过多次改造 不是自己的身体 已经堪比五阶巅峰的兽足 现在浑身的骨骼 必然已经寸寸碎裂 看来 我最多也只能坚持到这里了 虽然兽灵 似乎已经要彻底觉醒 但是我 根本无法继续拖延时间 眼前这家伙 本来就没什么耐心 现在也已经察觉到问题 看来我也只能动用天火了 心中充满无奈地想着 左风将注意力 开始转向那团天火 从明爪之中 虽然玻璃出来了一丝力量 但是现在留给左风的已经不多 如果调用天火 必然会伤及念力 也就在左风身体被无情挤压 已经要扛不住的时候 那名战的身躯之中 第四批灵甲 开始向外生长起来 与之前几次有些不同 似乎因为开始接近 他所承受的极限 当灵甲生长的时候 明爪感到剧烈的疼痛传来 同时 还有着大量的兽 能被抽取转化为能量 改造身躯 可是也就在这一刻 突然一道灵魂能量出现 以极快的速度 直接钻入了明爪的身体之中 本来已经要发动天火的左风 却是愣了一瞬后 脸上立刻有着惊喜浮现 小菊的 真是欢迎之至 本章完 五逆坟天 第2153章 抢夺十海 作者 风橘子 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的左风 一边开始催动 念力向天火靠近过去 同时仍然没有放弃联络寿灵 之所以到这个时候 还惦记着寿灵 实在是左风真的不希望损失那么多的念力 但是毕竟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再考虑下去 性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也恰好在这全力运转念力的时候 左风反而对精神力的波动感知的尤为敏锐 尤其是在自己身边 一道灵魂在慢慢地游走着 这让左风立刻就提高了警惕 以左风的经验 一般的恋神初期 强者死去 都很难做到灵魂脱离肉体而生存 就像那位音乐 死了便是死了 在世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可以说是干干净净 那么身边突然出现的灵魂体 让左风立刻就紧张起来了 现在只是对付一个名战 已经让左风焦头烂额 如今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灵魂 那么自己除了动用天火 也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可是 当左风充满警惕地释放出一丝念力 向着那团灵魂触碰过去后 他却是一下子愣在当场 几乎是一瞬间 左风的脑海之中 便浮现了之前被自己杀掉的那只 傲气十足 又的确有着不俗资本的五阶幽民兽名誉 一个拥有黄者血脉的奇葩 这家伙的确给左风和琥珀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同时也给二人送来了巨大的资源 那甚至会对左风和所有手下人 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宝藏 黄者血脉 只不过在最后关头 左风无意间让对方趁系逃走 却想不到这家伙兜兜转转地 竟然又出现在了这里 当看到这个家伙后 左风提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 虽然证明了 那不是一名炼神器的大能 可是对于自己的威胁 却并未解除 那七阶幽民兽 对自己仍然充满敌意 随时随地会施展蜡手 送自己归西 那么天火依然还是要继续试用 结果 当左风捕捉到明玉那灵魂的意图后 若非备受能挤压着不能动 他恐怕会直接栽个跟头 因为那道灵魂悄然而来 竟然是冲着那明炸去 而且明显是充满敌意 本来对精神力与灵魂这些 左风便有些认识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猜出对方的意图 那就是要夺取明战的身躯 并借助这个躯窍 让自己重新复活 心中一阵窃喜的同时 左风也直接放弃了动用天火的打算 而是准备静观其变 有如此一位不速之客过来帮忙 那左风当然也乐意作弊上关 起码自己现在还是需要时间的 灵魂体的最强之处 便在于根本可以无视肉体的强大 哪怕抛开明战的改造 它本身七阶半化形的实力 就已经可以超越普通的气品级别的武器 只是这样的身躯 对灵魂半点作用都没有 明欲的灵魂轻松地穿过 直接闯入到了对方的脑海之中 即使达到了明战这种层次 它所具备的精神力依然非常有限 而且脑海之中对于灵魂的入侵 甚至没有任何的防御手段 反倒是明欲的灵魂极为强势 在闯入之后 便立刻朝着对方的石海发动冲击 兽族的核心在石海 当幽冥兽达到一定层次后 石海便会自动激活 并且允许灵魂进入其中 在不断强大自身实力的时候 再通过血脉的联系 石海便可以一步步地慢慢壮大 当迈入化形阶段后 这石海也开始逐渐变得 与人类的念海没有什么差别 直至最终人类与兽族殊途同归 如今明欲闯入进脑海中 毫不犹豫地就开始对石海发动冲击 本来还在专心应付身体变化 同时想要从左风口中 寻找真相的名战 被这突然的变化给搞得手足无措 连它这般强大的幽冥兽 同样有其脆弱之处 那就是灵魂和精神力并未得到太多的修炼 如果是左风动用念力闯入 它可以借助石海中 先祖的传承之力进行反击 那是一种保护传承的手段 可现在突然闯进来的这个侵入者 那名战却不管如何催动石海 都不会有半点的排斥之力出现 仿佛那侵入者就该存在于自己的脑海之中 很快 名战就搞清楚了对方的身份 如此一来 他反而更加愤怒 明欲 你这混蛋都已经死了 还敢来抢夺的我的躯体 你凭什么 给我滚出去 低沉的咆哮在名战的口中发出 与此同时 那愤怒的精神波动 在其脑海之中传荡着 表达着相同的意思 嘿嘿 脑海之中传来明欲英冷的笑声 同时 以灵魂传音说道 黄者血脉 也是你这低等存在可以吸收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 幽冥一族之所以会有惊天 是因为几位老祖的留下的传承 我就是其中一位老祖的嫡系子孙 你们的一切 都应该归于老祖 归于我们这些嫡系子孙 现在我需要你的这具躯体 乖乖地奉献出来 我会照顾你那一批族人的 放屁 放屁 我也是明氏老祖的子孙 我已经到了七阶化形阶段 就算 你拥有黄者血脉 也没有资格命令我 而且 现在我同样拥有黄者血脉 你不过只是一只五阶的游魂罢了 明战面目争明地反驳道 现在的他 不仅修为达到七阶 而且还吸收了一丝黄者血脉 对于眼前的明玉 他不会有血脉等阶上的畏惧 你的黄者血脉 哈哈 可笑 当真是可笑至极 不过也好 既然你敢吸收属于我的血脉 那么我就让你知道 不是你的东西得到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明玉的声音再次响起 当明战不管使用任何方法 都无法将之驱赶出去的时候 他的心中便已经开始有些慌了 如果自己的状态处于巅峰 那么调取全部的兽 能来运转石海 对方未必有能力奈何自己 可是倒霉的是现在的自己 身体之中正在发生诡异的变化 强行吸收自己的兽 能强化肉体 而且自己根本无力阻止 明战本来是恨极了左风 因为害得自己如此虚弱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 可是现在 他哪里还有闲暇顾忌左风 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脑海之中 正在向着石海中 发起冲击的名誉 如今的明战头颅之中 就好像两股军队 正在展开一场 攻城和守城的战斗 这城 自然指的就是 明战脑中的石海 而那两股军队 守城的军队 自然就是明战的灵魂 而攻城的军队 当然就是后来 闯入的名誉 双方在互相咒骂之间 战斗已经开始不断地升级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明战似乎正在节节败退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 明玉拥有着更多的 黄者血脉 利用黄者血脉发动的灵魂冲击 对于石海每一次都是重创 甚至石海若非 被明战全力操控 可能已经完全敞开 任由明玉毫无阻碍地 闯入进来了 明玉 我告诉你 我被那人类小子算计 肉体在不停地 吸收我的兽能 如果这样下去 我的兽能将会被吸收一空 到时候 我依然还是要死去 现在 你我停止战斗 让我将肉体的问题先解决 不然 就算你的到了这具躯体 也已经毫无用处 感到越来越吃力地名战 焦急地利用精神力 将声音传递过去 正在不断催动灵魂 撞击向石海的明玉 却根本不为所动 嘿嘿 没关系 只要你将这躯体交给我 其他问题我自然能够解决 放心 凭借我的黄者血脉 这躯体不会废掉的 根本没有一点要停止的意思 明玉反而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架势 攻击也立刻变得更凶猛起来 明战心中焦急万分 也许对方说的是真的 他有能力挽救这躯体 可是自己哪能将之拱手让人 那明玉能够脱离肉体依然存活 自己却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离开肉体 必然是死路一条 感觉到那石海的避障 越要越脆弱 对方的攻势也越来越猛烈 明战突然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下一刻 石海之中突然有着剧烈的波动传来 整个石海内部 好似废水般的汹涌翻腾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名誉 也不禁一愣 同时恶狠狠地说道 该死的明战 你竟敢毁掉石海 你这是想要跟我同归于尽吗 我就算是死 也绝不能够让你得到 这石海是我的 躯体也是我的 就算我亲手回去 也不会拱手让给你的 明战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不管不顾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体 被眼前的名誉获得 左右石海被打破 自己也将会死亡 那还不如直接拉着对方 给自己垫背 只不过明战心中有些惋惜 他觉得自己要死 应该再拉上 那名该死的人类青年 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从那青年骗自己 喝下那一瓶受血精华开始 在明战最后看向左锋的时候 恰好看到那青年 额头上一道橘红色的光芒芒的亮起 随后好似一道强光 直接射入自己的眼中 落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同一时刻 左锋也震惊地愣在当场 因为就在他坐山观虎斗 笑看着明战与明欲斗的 不可开交之时 那已经彻底安静的兽灵 却是突然一动 便消失了去 当左锋找到那消失的兽灵时 已经进入到了明战的脑海之中了 本章完 《武逆焚天》 第2154章 《兽灵灵兽》 作者 风橘子 激发所有的精神力 让其如沸腾之水般 在石海中翻卷起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 自然是明战刻意所为 石海空间本身的确很大 但是最重要的部分 却只有那处存有先祖传承的所在 兽族只有借助先祖传承 才能够不断地继续修炼下去 并且能够掌握更多更强的手段 如果一旦将石海这最重要的部分回去 不仅仅所有传承将无法获得 也会因为破裂导致灵魂无法再寄存其中 明战的灵魂固然五处七夕 终究要消敏于天地之间 对于明玉来说也在没有任何意义 这便是明战孤注一掷后 做出的疯狂决定 在明战疯狂激发自身的精神力 震荡起石海的瞬间 左风的眉心之中 那如芝麻大小的火苗 就微微闪烁了起来 这个时候 左风的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天火 另外一部分的注意力转向了明战的脑海之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没心处 那一颗小火苗的变化 其实 当他们双方在明战的念海之中发生激战 并且相互争夺脑海的控制权时 左风便已经第一时间感觉到了 就算是将明战和明玉二者的念力相加 再翻上个数十倍 都积不上左风的念力 可是偏偏左风 却不敢轻易插手对方念海之中的战斗 因为对兽族了解颇深 左风很清楚 一直达到七阶 已经开始划行的兽族 石海之中会存在对自己怎样的威胁 也许明战本身的精神力 左风不需要放在眼里 可是对方在达到划行阶段后 石海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正是开启 这个时候 他们先祖会为了保护传承 在石海中存在针对外族侵入的反制措施 自己若贸然利用念力侵入 对方的石海 不会对明玉释放石海本身的攻击手段 可是对自己 却绝不会留情 另外自己的身体 此时仍然被对方施展的兽 能包裹着 虽然不像之前那种挤压带来的巨大痛苦 但是仍然无法自由行动 如此一来 左风只能在旁边观察 等待着明战和明玉二者 在那脑海之中 争斗个两败俱伤 自己再好趁势逃走 亦或者坐收于力 可是在明战的石海之中 激荡的力量 开始变得异常狂暴之时 自己的眉心 却是微微一震 左风只是感到眉心之中微微一热 同时一道橘红色的光芒闪了一下 便好似 有什么冲了出去 因为明战与自己的距离太近 因此连左风都没有捕捉到那光芒中是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察觉到眉心后方 那在天火附近的兽灵 早已经不知所踪 震惊地抬头望去 稍微仔细感受一下 远处的明战脑海之中 果然有着淡淡的兽灵气息释放出来 那鸿芒在明战的脑海之中闪烁间 一道虚影缓缓地浮现而出 那身影看起来好似人形 可是却又与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尤其是这人形虚影的背后生有双翅 那双脚好似鸟爪一般 三根爪在前 一根爪在后 在这虚影出现的瞬间 明玉便警惕地转头望来 而明战也同样心生警惕 因为他们同时在这虚影的身体上感受到 一股让他们心计不已的气息 你 你是什么东西 连你都要来争夺这躯体不成 明战的怒吼 以精神波动 以其使海为中心传递开来 他现在是真的要发狂了 自己好不容易机缘巧合下 迈入到了七阶层次 在幽冥一族中 已经有了身份地位 更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名字 可是这才一转眼的功夫 连同族的五阶幽冥兽 只剩下了一道灵魂 还来抢夺自己的身体 此时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怪模怪样的家伙 看样子对自己也没安好心 相比于明战的愤怒 明玉眼中却是悄悄闪烁着 他非常看好这具躯体 不想轻易放弃 而且 自己在外界无法暴露得太久 如果放弃夺取明战的身躯后 明玉不知道 自己还能否支撑着 寻找到下一个合适的目标 如果真的将明战逼到 自毁石海的地步 那自己根本得不到半点好处 甚至还有可能被石海自毁的破坏力 将自己也一块抹杀掉 偏偏这个时候 那一道橘红色虚影 出现在明战的脑海 而且身上带着的某种气息 让明玉都有些紧张不已 稍一沉吟过后 明玉便选择了沉默 看看眼前这刚刚来到的家伙 到底能否打破现在的局面 让自己能够的空隙 占据明战的石海 所以 明玉选择了沉默 并且悄然向着一边退开 反而是此时刚刚来到的兽灵 一副好奇宝宝的模样 一边轻轻地打量着 明战脑海中的一切 一边在脑海中随意地走动起来 好似在欣赏周围的环境般 这兽灵如此悠闲自在的模样 反而让明战和明玉 都愣在当场 最后还是明战压抑不住地 再次咆哮起来 他可容忍不了 压根不属于本族的外来者 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像逛市场般四处溜达 这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侮辱 本就怒火中烧的明战 再加上眼前那道怪异的灵体 竟然无视自己的存在 明战本就抱着必死的决心 此时出手也愈加疯狂了 与对付明玉的时候不同 明战这一次出手 直接调动了石海之中的根本能量 那部分属于传承的能量 对于明玉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会对这外来的橘色人形虚影 造成破坏 其实当这虚影出现在明战脑海中的时候 在他的石海之中 便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排斥之力 如今他不过是权力引导 利用这股来自先祖的力量 可以准确地落在侵入者身上罢了 澎湃的传承之力 其中的能量并不太大 可是那能量之中 却蕴含了规则之力 左蜂虽然未将念力 深入到对方的脑海中 可仍然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那恐怖的规则之力 如此恐怖的规则之力 甚至要超过全盛时期的幻空 可想而知 这规则的力量 会有多恐怖 巨大的规则之力 离开石海 化作一只半透明的手形虚影 这虚影 静止朝着那橘红色的身影抓去 那是幽冥一族的老祖 所拥有的规则之力 这种规则之力 让左蜂都悍然变色 同时不禁深深地 为那只擅自行动的兽灵 捏了一把汗 不过 就算是左蜂的念力 在没有丝毫的精神领域的情况下 不敢与这股规则之力接触 兽灵依旧是那副天然呆的模样 愣愣地站在那里 面对突然来到的规则巨手 他仍旧瞪着大眼睛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任由那巨手 一把将自己抓在掌中 看着那先祖的巨手 捏住那道虚影 名占猙獰地大笑起来 自己被逼到如此地步 也终于能够出一口气了 就在名占将注意力 已经转移向了名誉 心中认定 那道橘红色的虚影 必然被毁灭的时候 巨手之中 却突然有着 一丝力量迸发而出 没有人能看到 巨手之中的橘色虚影 被那巨手抓住的时候 还仍旧满脸的好奇 可是 当巨手中力量迸发之后 那橘色的身影脸庞上 突然有着一丝痛苦之色闪过 显然是那巨手 对其造成了伤害 只是一瞬间 橘色的虚影脸上的痛苦 很快就变成了愤怒 在他彻底愤怒的同时 身体之内的能量 也释放而出 橘红色的能量之中 带着炙热的高温 在释放的同时 就直接将那巨手给逼开 这二者之间的碰撞非常诡异 无法看到什么 强横的能量释放出来 可是名誉和名战 都打从心底里 感到恐惧 他们本来没有 将那橘色的虚影 放在眼里 直到他们感受到 那巨手之中 橘色身影周身 释放出的恐怖温度 如果只是高温 他们并不会害怕 可是那高温能量 却能够逼退那巨手 这说明 那高温是规则之力 本来那橘红色的身影 不带有任何的情绪 完全是抱着一种好奇心 来到名战的脑海之中 可是 当那规则之力的巨手 发动攻击时 彻底将这橘红色的身影激怒 咔咔咔 清脆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响起 那半透明的巨手之上 能够看到无数的裂痕浮现而出 那些声音 只是在名战的脑海中传递着 可是名战和名玉两人 却感觉整个脑海 都在慢慢地碎裂开一般 巨手一点点地碎裂 其上的碎片不断地剥落 最后彻底瓦解掉 名战几乎要惊叫出声 他无法相信 也根本不理解 到底是什么存在 能够将老祖传承中的 规则之力破坏 随着巨手的不断碎裂 渐渐露出了巨手之下的 橘红色虚影 只见此时 那虚影正在轻轻地 拍打着身后的翅膀 而那本来看着 还是一片片羽毛组成的翅膀 此时已经化作一团团火苗 这是什么火焰 你 你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存在 名战惊恐地大叫着 现在的他 早已经忘记了 自毁石海的决定 剩下的 只有深深的恐惧 兽 兽 兽 零 零 兽 那橘红色的身影 第一次开口 用那生硬的语言 断断续续地说道 似乎连他也对自己 充满了怀疑与不解 本章完 《舞逆焚天》 第2155章 逐渐完整 作者 风橘子 那橘红色的虚影 轻轻扇护着 似羽毛般的火焰翅膀 显得有些茫然地思考着 嘴里 除了最初的 瘦铃铃兽四个字 还能依稀听清 后面嘀嘀咕咕的话 根本连半个字 都无法听清楚 就在他嘟嘟囔囔的过程中 身形却未停下 一直不急 不缓地向前飘飞 整个脑海之中就那么大 他的目标很明显 就是朝着名战而来 此时的名战 也搞不搞清楚 是不是因为自己采用的攻击 彻底激怒了眼前 这恐怖的家伙 可如今就算后悔 也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着刚刚的攻击 直接被对方轻松化解 此时的名战 自然不敢再发动攻击 而是全力激发先祖的 传承之力 灌注向石海的外壁 以这种方式 将来做最后的抵挡 似乎因为之前的变数 太过惊人 直接让名战忘记自己 本来是打算毁掉石海 结束生命的 此时名誉 反倒像是一个旁观者 那橘红色的虚影 显然也是一种灵体 但是不是灵魂它 却不敢肯定 不过从始至中 名誉都冲来 没有王无者使用的 兽灵上考虑过 哪怕刚刚对方口中 已经清楚地提到 兽灵二字 因为他是知道 兽灵这种存在 是人类一种 利用兽族的手段 将兽族炼化 成为一种攻击手段 但是那其中 却并不存在 什么自我的意识 更不会有自主的行动 眼前这道灵体 拥有属于自己的情绪 知道好奇 同时也知道愤怒 这些都与兽灵 这种存在不符 更怪异的是那灵体 看起来好似 从来没有接触过外界 名誉却恰恰忽略了 那灵体之后 提到的灵兽二字 只是单纯地认为 对方只不过稀里糊涂 是将兽灵两个颠倒过来说罢了 其实兽族之中 真的有灵兽这种存在 只不过昆悬大陆 数百上千年前 便已经灭绝了 究其根源 实际上 还与左蜂身体内的 那个规则之兽猎天 有着莫大的关系 因为灵兽本身繁衍就很特别 自身数量也非常稀少 再加上 他们会选择环境 十分恶劣的地方生存 因此与人类的接触 也就更加少了 当初猎天 直接将这些兽灵灭杀掉 而一些知道兽灵存在的老家伙 几乎也都在与猎天的一战中陨落 之后 大陆上便也没有几个人 知道灵兽的存在 就算是原本知道 也早就将之遗忘了 此时这只 昆悬大陆上千年来 不曾出现的灵兽 却是通过左蜂之手 再次孕育了出来 可是现在的它 不仅只是雏形的模样 本身的灵质 也还不太完全 当初几个人 只希望帮助左蜂 孕育出强大的兽灵 成为左蜂保命的攻击手段 却未曾想到 当初的那只兽灵 拥有一丝灵兽的血脉 虽然非常的稀薄 再加上左蜂的天火 与这兽灵彼此融合 又吸收了左蜂的一丝灵魂 这反而 恰恰是灵兽出生时 需要具备的先天条件 天地间最珍贵的规则之力 与灵魂之力的结合 包括那规则之兽 最初也是这般产生的 虽然之前左蜂感受到了 这只灵兽有波动产生 但是它距离彻底孕育出来 还有着不近的距离 甚至若无法满足其中的苛刻条件 左蜂可能永远得不到 一只完整的灵兽 世间事 往往就是这样难以预料 这兽灵在自身的心智 即将成形的时候 突然感受到 周围有着 某种让它心动的气息存在 它所感受到的波动 正是冥战在拼命地催动石海 试图将之彻底回去的时候 那兽灵兽到吸引 便直接出现在了对方的脑海中 因为本身就是灵体的存在 因此钻入冥战的脑海 轻而易举就绊倒了 原本灵兽并不抱有任何的恶意 可是那冥战率先发动了攻击 这样反而把这只 还算不上完整的灵兽给激怒了 现在这小小的灵兽 就像受了气的孩子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又是近乎于一种兽族的本能般 做到牙字必报 缓缓飞掠到了石海边缘处 那兽灵并未直接出手 去攻击那石海 因为它感觉得到 之前对自己出手的 并不是这石海本身 而且是石海之中的存在 因此 它在石海之外犹豫了瞬间 突然抬起手来 不轻不重地 朝着那臂杖上打了一下 这一下 感觉不像是攻击 倒向是很随意地拍了一巴掌 只是在它这一掌落下的同时 石海之内 却已经有一道火光暴闪而出 那火焰并不大 却仿佛有着某种灵性般 在其中闪烁着飘飞而过 明战惊骇地发现 自己这石海中的先祖之力 几乎在一瞬间 便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凭自己的能力 甚至无法将之重新聚入 还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明战就发现 那道火光 竟然在摧毁了先祖之力后 静止朝着自己飞掠而来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 明战的那道灵魂 就直接被火光所包裹 此时的明战倒也没有什么痛苦 甚至连思维仿佛都停止了 明战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感觉 就只有个很红和很热 一只七阶幽冥兽死了 唐斌和伊卡利等人头疼不已 逼得左锋 甚至要自损念力 发动天火的几手敌人 就这样被一击灭杀 可是 这对于那灵兽来说 却并未有任何的触动 现在已经不能说他思维简单 只能说 这是一种发乎本能的反应而已 直接将明战解决的兽灵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石海 那眼中仍然充满了好奇 那眼神清澈地不带一点杂质 纯粹地不含有任何其他情绪 如此反而让脑海之中的 明欲愣在当场 当他连续见识到 灵兽的恐怖手段后 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走 可是对于那石海和身躯的不舍 让他稍稍有些迟疑 尤其是在那石海 现在已经失去主人 明战的灵魂被抹杀 这片石海 也等于变成了无主之物 自己现在若是下手 便可以轻易占据 道理虽然是这个道理 可是面对那长着火焰翅膀的家伙 明欲又迟疑着 不敢动手了 便是这片刻间的迟疑 明欲便选择了留下来 因为 他看到那只灵兽 并未对自己出手 仔细想来 对方从出现到此后 根本就没有多看一眼 直接将自己给无视了 如此一来 明欲不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那也就不需要急着离开 冒险进入这明战的脑海之中 为了就是这宝贵的躯体 如果就这么放弃他 也实在不甘心 背上的火焰翅膀 轻轻地呼扇着 灵兽在石海之外观察了片刻后 便突然身形一动 直接钻了进去 石海没有任何阻拦 不光是因为明战的灵魂已经被灭杀 同时也因为传承中的保护之力已遭到彻底破坏 踏入石海中的灵兽 仍旧是满脸的好奇 可是那清澈如水般的毛子中 渐渐有着一抹喜色出现 仿佛看到了什么让他兴奋的存在 等在外面的明欲 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不知道那灵兽接下来会做些什么 那灵兽缓缓飘向了石海中心位置 随后双目缓缓地闭上 头颅微微昂起的同时 嘴巴也张了开来 本来还一脸好奇的明欲 下一刻脸色就变得极为难看 因为他可以清楚地看到 石海之中 一丝丝肉眼可见的气流凝聚成形 那些气流席卷整片石海空间 而且那些绝不是普通的气流 在旋转角动的过程中 直接将石海中的一切存在带动起来来 气流在旋转的过程中 不断地向着那灵兽靠近过去 更准确来说是向着它的嘴巴涌去 要知道 这石海之中 是幽冥魔兽的老祖 为子孙所留下来的各类城 此时却不断地被挤压扭曲着 向灵兽的嘴巴涌去 茗玉当然对那其中的传承痛心不已 因为那 不仅仅是属于幽冥一族的宝物 更应该成为自己日后修炼的资本 但同时 茗玉心中更感到一丝惊恐 他实在想象不出什么存在 竟然能够无视规则之力 直接将他族的传承给纳入自身 而且茗玉看得出来 那灵兽在不断地吸收过程中 其身躯正在变得更加完整 甚至那双目之中 也渐渐有了智慧的光芒 看到这一幕后的茗玉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在石海中吞噬传承的家伙 到底处在一种什么阶段 既然对方是兽族 那么本身便应该有修为阶段 但是眼前的灵兽 不论如何观察 都看不透对方属于什么阶位 这家伙到底是一个什么存在 怎么可能连阶位都看不出来 他总不可能是 还未达到一阶吧 充满疑惑地望着那只灵兽 茗玉双眉紧皱地想着 可是下一刻 他就被自己的想法震惊了 因为现在那灵兽正在吞噬传承 不断地完善着自身 那也就是说 这还不是他最终的形态 很有可能还没有达到 一阶也说不定 在为自己的想法 感到震惊不已的同时 茗玉的脑中 也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兽族之中有一种传统 右兽在没有孕育之前 被其他的兽族抢走 并且在其形成灵治前 与之达成联系 那么这右兽便会将他产生灵治后 第一个遇到的生命 当作是自己的父母 在这个想法出现之后 茗玉因为失去名占躯体的郁闷 彻底一扫而空 本章完 《武逆焚天》第2156章 悄然下手 作者 风橘子 脑中灵光一闪 如果可以茗玉 几乎要兴奋地狠狠亲自己一口 他忍不住要钦佩自己 竟然可以想到如此好的办法 联想起之前 那道灵气的一举一动 可以随意释放出强大的规则力量 而且 那规则之力 显然与破坏力最强的火焰有关 他就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 原本还战战兢兢地 留在名占脑海之中的茗玉 现在的他 却是感到不会走了 而且看着那身处石海中的灵兽 茗玉灵魂所化的幽名兽灵魂虚影眼中 慢慢绽放出炙热的光芒 名占的身体之中 正在产生变化 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连左风都无从知晓 他此时还受困于名占释放的兽能之中 虽然名占现在的灵魂 已经被直接绞杀 可是因为雏灵之毒的效果 仍然在持续之中 这导致了名占浑身上下的兽能 依然按照本来的方式 在继续运转着 也就是雏灵之毒 代替了名占的意识 操控着兽能的运转 如此 本来已经开始有些松懈的兽能 此时又突然间缩紧 导致左风浑身又是一阵剧痛 在刚刚那一瞬间 左风已经感觉到了 对方脑海之中的变化 本来想要尝试着探查 却突然发觉了其中那强横的规则之力 吓得左风慌 忙将念力收回 刚刚那股能量并不强 但是其中的规则之力 却拥有着无上强者的恐怖规则 威亚 对于左风来说 那种规则之力 自己根本无从抵抗 当然也不敢稍有接触 可是 当左风收回念力之后 实际上在名占的脑中 还有着一丝炙热的规则之力释放 单纯从能量角度来看 要比之前的规则之力 要弱了太多 自然也没有引起左风的注意 然而 恰恰就是这股能量 在传递而来的瞬间 直接将那让左风 退避三射的恐怖规则之力破坏 如今 灵兽已经落入到了 名战的石海之中 从外界更难以看出其中的变化 左风只能带着满心的恐惧 默默观察 之前那五阶名誉的灵魂体钻入进去 之后又是自己酝养的那只寿灵 也飞入其中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左风是既好奇又焦急 面对这种情况 任左风想破脑袋也猜不出 在名战的头颅之内 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自然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因此 左风也没有选择招呼唐斌等人 如果是刚刚那种恐怖的规则之力 唐斌和伊卡利那些人来到 同样是白白送死 莫不如让自己 先在这里看清形势再说 整个阵法形成了一种 十分诡异的气氛 低阶舞者聚集在外围 虽然每个人都一副叙事待发的模样 但是心中却非常恐惧 甚至在遇到七阶幽冥兽的第一时间 就可能跑掉大半 七阶幽冥兽 对于那些只有脆精和赶气气的舞者来说 就如同蝼蚁面对大象 对方甚至喘口气都可直接灭杀 而那气氛的强者 心中虽然忐忑 但多少还稍微镇定一些 他们清楚战斗之中 自己不需要直接面对七阶幽冥兽 只要在外围游走 偶尔发动攻击 而且他们这些人 面对七阶幽冥兽时 多少还稍微有点自保之力 反倒是那气后七 巅峰和玉气七的强者 一个个反而露出担心之色 又显得有些焦急的不断向阵法内张望 阵法的迷幻效果 不会作用在大家身上 可是乳白色的雾气 仍然会阻碍大家的视线 即使好奇也根本看不到什么 仿佛大家都已经忘记了 在阵法之中 还有一批没有死去的人类舞者 他们本来是有八个人 可是最终这八个人之中 只有七个人活了下来 当初在琥珀释救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奄奄一息 甚至已经站不起来了 琥珀仍然帮其拔除体内的黑物兽能 也将附体丸为其服下 可是此人到最后 还是没能活过来 倒是另外七个人 如今反倒是在静静地闭目调息 全力炼化服用的附体丸 这几个人身体残缺 修为更是开始跌退 哪怕本来就只有脆精七的实力 仍然差一点要跌落回炼骨七 他们这些人的情况 基本与当初的滕潇云有些相似 身体多处重伤 并且伤及了主要经脉 即使日后拼命地修行 因为经脉的问题 也始终无法迈入炼气 第一阶段感气气的门槛 可是这些人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恨意 更没有对任何人的怨对 反而一个个面色平静如水 不仅身边那刚刚得到救治之人死去 丝毫不受触动 恐怕就是 他们这些人现在会死 也同样能够坦然面对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每过去一分一毫的时间 都是自己赚到的 反而这些人的心中 对于左风 还有着几分钦佩与感激 呼 全身心恢复的他们没有注意到 在一片尸体堆中 此时突然有一声沉重的呼吸传出 只听那喘息的声音 便可以分辨出 那来自一名人类舞者 此人身受到重创 可是却并不像其他几人那般 身体残缺 可是三处骨骼断裂 无数猙獰恐怖的伤口 让此人根本无法挪动身体 连左风和琥珀都没有发现 这个人竟然没有死 可是他现在的确还有气息 有心跳 有灵气波动 他已经活过来了 正常情况之下 之前参与战斗的人类舞者 若非琥珀亲手帮忙拔除黑物兽能 最终都必然会死去 眼前这个人正在喘息着 却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特例 因为他的名字叫阴重 他并没有因为黑物的影响 而发动暴气解体 更没有因为那些黑物 无法排除身体就死去 阴重身体之中 本就有幽冥兽的精血 那是当初音乐借他来排毒时 将幽冥兽的兽血 灌注进入了他的身体中 在濒临死亡的时候 机缘巧合下遇到了伊卡丽 并且被伊卡丽使用手段 给救治了回来 在这次行动之前 左风跟他有着相同的约定 可是这阴重跟鬼画家一起行动后 同样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可当他冲入到黑物中 那些兽能灌注进入身体后 不仅没有让其灵气逆行 反而在后续的战斗中 帮助其数次化险为夷 一直坚持到了战斗的最后 虽然保住性命 但是身体外的伤势沉重 让他无法在战斗结束后 立刻逃走 再加上吸收太多的黑物兽能 在其身体内堆积 让他在最后关头 直接昏厥过去 就是因为他的昏厥 再加上身体内充满了兽能 这才让左风和琥珀 都将其当作了死人 毕竟阴重没有死 而且始终在拼命地催动灵气 直到刚刚他才猛地 将一股浓郁的兽能吐出 随着一片黑雾在头顶散开 他也算是缓了过来 排除了淤积在身体内的黑雾 阴重心中 犹有淤积地回忆着刚刚的血战 若非自己是来自古荒之地 阅宗的弟子 保命手段还算多 又没有受到黑雾的影响 现在恐怕早已经成为 其中一具尸体了 这该死的左风 你竟然敢破坏我们阅宗的计划 音乐道也是该死 但是那老家伙的东西 似乎都落在了左风手中 这便是你的取死之道了 只要我离开这里 将音乐的事情 如实上报给阅宗 到时候 阅宗自然会有人出面弄死你 哼 敢跟我谈条件 你也配 一边咒骂着 音众也下意识地向着自己的手上摸去 却发现 其上空空荡荡 这才想起自己的处境戒指 早就被人收走了 因为没有恢复药物 现在的音众 反而十分尴尬 伤势不足以致命 但是想要离开却办不到 嘀嘀咕咕地又咒骂了一番 音众便收敛心神 开始运转起灵气 舞者还是有着凭借灵力 恢复伤势的能力 只不过效率和效果都要比服用药物差的太多 不过 他现在只要能够恢复到 可以勉强行动 就可以暂时逃离此地 此时的左风当然不知道 下方还有一个人已经活过来了 他现在郁闷地正被兽能所困 脑子里面胡乱猜测着 对方脑海之中在发生着什么 实际上 左风还是有些担心 那兽灵是诸位强者合力帮助自己凝炼 而自己不仅拿出了一丝灵魂 付出了一部分天火 还有大量的念力都融合在其中 如果就这么直接损失掉 左风当然还有些不舍 因此 他现在隐隐期盼着 那兽灵就算受了重创 也一定要尽快返回 大不了自己牺牲念力 给对方投出一团天火 那么一切问题 就都迎刃而解了 左风这边在惦记自己的兽灵时 那实际该称为灵兽的小家伙 正在冥战的脑海中搅得天翻地覆 在旁边观察的茗玉 如今已经不憎恨这突然出现的闯入者 将冥战的石海彻底吞噬吸收 双目微微眯起 茗玉已经缓缓地向着那灵兽靠近了一些 因为此时肆虐主要在石海之中 因此 处于石海外部的茗玉 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他现在可不敢轻易闯入石海 虽然石海对他不会产生任何的排斥 但他清楚若此时闯进去 倒霉的必然会是自己 眼看着石海之中的灵兽 身体开始变得越来越凝实 双目也变得越来越明亮 茗玉的心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动 悄悄将精神力分出一缕 在石海之中吞噬之力逐渐减弱的时候 被其送入了其中 本章完 五逆坟天 第二千一百五十七章 弄巧成桌 作者 风橘子 随着那灵兽的不断吸收 这七阶幽冥兽所具备的传承 尽数被其吸入到口中 这种传承 本来是需要有血脉才能开启 其他兽族若是获得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用处 但是那众多的兽族之中 却不包括灵兽 就像凶兽十分特殊 具有吞噬的能力一样 灵兽也有着独特的能力 它不仅能够吞噬血肉能量 而且还能够吞噬其他兽族的传承 甚至在传说之中 灵兽在到达极高的层次时 甚至有吞噬规则的能力 因此 在无尽空间之中 灵兽可以算得上与规则之兽 相抗衡的特别种群 只不过 现在不管左风 还是一直垂涎欲低 盯着灵兽的名誉 都根本不知道 那小家伙的真正恐怖和价值 名誉落到现在这不田地 已经是走投无路 可是他很清楚 如果让眼前的灵兽 将自己认作亲人亦或主人 那么 不仅寻找合适的躯体不成问题 自己日后在族中 也可以横行无际了 能够直接将先祖传承下来的 规则之力粉碎 这可是 那几位闯入道昆悬大陆的 族中大能 都无法办到的事情 十海之内的吞噬风暴 开始慢慢地止歇 明誉之道 现在就是最佳的机会 若是等 对方拥有完全的灵智 到时候 自己再想要下手 就来不及了 尤其是 这么恐怖的存在 生来便是那种高傲的生命体 当他可以判断出 彼此间悬殊的差距后 甚至可能会直接将自己 当场灭杀掉 带着忐忑和激动的心情 明誉将精神力分出了一缕 缓缓地送入到了十海之中 此时的十海 几乎就变成了一个空壳 好像鸡蛋被吃掉后 却剩下了一个完整的鸡蛋皮一般 明誉亏准的机会非常好 当他将念力送入的时候 也正是那灵兽吞噬掉 全部传承的一刻 趁着对方那嘴 还未完全避紧前 精神力悄然钻了进去 嘴巴缓缓闭静 此时灵兽的容貌 变得比之前要更加清晰了几分 那是一张男子的脸庞 见眉心目 挺直的鼻梁 略薄却很红润的双唇 整体看上去秀气的好似女子 配合那略显单薄的身材 整这个人都透出一丝灵秀的味道 假如左风在此 定然会大吃一惊 因为现在寿灵所幻化出来的人 根本就是自己曾经的模样 因为吸收了寿纹和寿惊 左风的身材 变得比以前要魁梧一些 容貌也有了改变 比以前略多了几分阴气 其中还有几分邪义味道 如果以前的左风 会让人觉得更容易清静 那现在的左风觉 对是能够让女子看到 会脸红心跳的类型 不知是否因为是吸收了 左风一丝灵魂的缘故 这灵兽在变化出人形后 竟然逐渐朝着左风的模样发展 红润的双唇 轻轻地抿了抿 似乎在品尝其中的味道 随后灵兽才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那眼神相比于之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双眸子中闪烁着一芒 与之前那种浑浑噩噩的模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好 还好早了一步下手 若是现在用精神力与之达成联系 那不仅仅是要遭到反抗 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 心中如此想着 茗玉可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看着那静静矗立在石海中的灵兽 他的心底里还是充满了深深的恐惧 灵兽缓缓地转头 似乎还有些不太适应 在他转头的时候 视线反而要略微持上半分 也就是 他的脸已经转向了茗玉 视线却在下一刻才扫过来 面对灵兽的视线 茗玉感到自己的呼吸都有些困难 虽然他只是一具灵体 根本就没有呼吸 但是那种紧张的情绪 却是发自心底的 灵兽望来的目光之中 隐隐带着几分好奇的味道 虽然只是愣愣地盯着自己 但茗玉能够感觉到 对方正在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自己 成了 这就成了 看样子 他已经认定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 可以认我驱使的 心中激动地想着 茗玉突然抬起灵魂幻化的兽爪 向着灵兽身前不远处指去 并以精神传讯说道 从石海之中走出来 那灵兽微微偏着头 一副听不懂的模样 可是 这完全是精神传递 却并没有存在什么语言上的交流问题 石海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那片空间 想了想 茗玉又补充着说道 这一次 那灵兽却是看了眼面前的石海屏障 直接就从其中飘飞而出 倒是与茗玉的命令完全一致 哈哈 成了 竟然成功了 这一下 我可以横行无际了 所有得罪过我的都等着瞧吧 那该死的人类小武者 还有那该死的名战 你的青族 我是不会放过的 还有那明海 你们都给我 茗玉一边放肆地大笑着 一边将自己 要对付的目标 在心里细数一遍 可是就在她想着日后 戴上眼前的灵兽 如何肆意妄为的时 却发现了 那灵兽正在缓缓地向自己靠近过来 对方突然靠近过来 茗玉心中不经意紧 自然也不敢继续幻想下去 不过那灵兽靠近后 却并未如何 却是上上下下地 一边打量 一边轻轻地用鼻子吻起来 刚刚悬起的心 这才缓缓地放下 心中暗道 果然是我们兽族 本身就是灵体 竟然还要 通过嗅觉来分辨和记忆 很好很好 给我记清楚了 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 在茗玉思考的时候 那灵兽已经缓缓地挺直了身体 那略显俊美的脸庞上 不禁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看到对方笑了 茗玉也跟着笑起来 可是她这边才刚刚绽放出笑容 随即就察觉到了不妥之处 因为 在她看到对面的灵兽 就这样笑着张开嘴巴 下一刻 灵兽的嘴巴之中 就有着一股吸扯之力释放出来 如此变故 让茗玉措手不及 她想不到 刚刚还一副和颜月色的灵兽 这才一转眼间 竟然就开始反噬自己 她却不知道 刚刚灵兽在自己身上 不断地嗅着什么时 实际上就是在确认嘴里那一丝精神力 之前茗玉自作聪明地释放出了精神力 却不想直接诱发了灵兽的食欲 对方之所以靠近过来 实际是在寻找食物 心中暗道 不好 茗玉就如同发疯一般 拼命地催动此时的全部力量 疯狂地向外逃走 可是灵兽已经张开嘴 其中的吸扯之力 也直接爆发出来 那吸扯的力量 是针对精神力 也就是现在茗玉的灵魂 心中懊悔不已的茗玉 权力的挣扎 可依然控制不住 丝丝缕缕的精神力 被吸扯而出 静止落入灵兽那大张着的口中 不管它如何挣扎 被对方彻底吞噬 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可就在茗玉几乎要死心的时候 突然间那吸扯之力有了改变 这种改变非常的突兀 吞噬之力仍然在持续释放 可是目标 却从自己的精神力 转向了包裹自己身体的黄者血脉 到了这个时候 茗玉已经知道 对方是在吞噬自己精神力的过程中 察觉到了那些 保护自己灵魂的黄者血脉 所以将目标转变为 对黄者血脉下手 有了这个发现 茗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就将身体之中 三分之二的黄者血脉 一下子甩了出去 虽然吸扯之力 让其中的一半 都落入灵兽的口中 可是仍然还有一小部分 抛洒在了 名湛脑海的个处 灵兽释放的吸扯之力 正是朝着黄者血脉释放 此时下意识地将力量分散开 茗玉这边 却是压力一松 哪里肯错过如此好的机会 茗玉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直接冲出了 名湛的脑海 在她冲出之时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左风 眼中充满了 浓浓的怨毒之意 她现在可是恨极了左风 但是只匆匆瞥了一眼 茗玉就选择了快速离开 也算是她的谨慎 给自己留了条活路 如果她真的选择对左风下手 那可就真的是自寻死路了 带着无限的懊悔和不甘 茗玉逃出了名湛的头颅后 惶惶如丧家之犬般 飞快地逃走 现在的她 灵魂极为虚弱 而且刚刚又损失了 大量的黄者血脉 这对于她来说 才是致命的威胁 如果不能够尽快 找到合适的躯体 那么用不了多久 她就将会彻底灰飞烟灭 在这生死关头 下方一股浓郁的兽 能飘飞而起 对于自己族人释放的黑雾 非常熟悉 这个时候 茗玉哪里还敢多想 现在只要是一具躯体 能够让自己寄居就可以 至于是什么曾经的族人 她已经不在乎了 寻着那黑雾飘出的方向 茗玉一头冲了下去 因为太过焦急她 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探查 几乎是单纯凭借着气息 就冲了下去 呼 一头钻入了进去 茗玉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 却是被眼前一幕 震惊地呆在了当场 这 这 这怎么是 是人类 老天哪 你难道是想要玩死我吗 当茗玉搞清楚的时候 这才发现 自己来到的 是一具人类舞者的身体之中 她搞不清楚 为何一个人类 却能够拥有那么浓郁的兽能 可是 现在她已经闯进来了 如果现在离开 她不知道还能否支撑着 找到下一个躯体了 妈的 救你了 茗玉狠狠地一咬牙 随即那灵魂虚影 便直接朝着那人类舞者的脑海 深处冲去 如今在这片区域中 身体之中充满瘦能的人类 只有一个 阴重 本章完 舞逆焚天 第2158章 借人还魂 作者 风橘子 阳躺在尸体堆之中 阴重已经顾不得整个后背 都浸泡在黏乎乎的血液之中的 难受滋味 便开始沉下心神 全力运转起灵气来 除了身体内外的各种大小伤势 阴重的身体 还受到大量瘦能黑物的影响 虽然将强行侵入身体的黑物 排除大部分 但仍然还有少部分 一时半刻间 根本无法宣泄而出 若非是身体之前 吸收过瘦血精华 又被伊卡利斯 以手段化解大部分后 有了改变 此时的阴重 早就该是一具尸体了 如今黑物瘦能 虽然在身体之中 会有不小的隐患 但佐风却根本无暇理会 他已经将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修复伤势上 毕竟能先活着离开这里 逃出佐风和伊卡利的手中 才最重要 其实得到这样的结果 阴重已经感到非常幸运了 在战斗之中 眼看着周围的舞者 开始进入暴气解体的状态 他当时就开始咒骂佐风无耻 可直到现在 他还没有死 也大概知道 问题必然与那些黑物瘦能有关 搞清楚状况后的阴重 之所以没有急着将 残余瘦能排出体外 实际上也可看出瘦能的价值 如果自己能够顺利将之吸收 并且炼化进入身体中 那自己这次大难不死 很可能还会因祸得福 带着这样的心思 阴重也彻底不管体内的瘦能 而是将全部心神 都放在了 利用灵气恢复伤势这件事上 让他没有想到 这边自己才刚刚凝神静气 全力运转起灵气来 突然就感到 脑中一阵胀痛传来 也是阴重这家伙倒霉 虽然实力达到那其中后期 可是精神力方面却非常弱 在没有察觉下 脑海被另外一个灵魂侵入 这种事情 不要说阴重没有遇到 甚至以前听过 也丝毫没有在意 面对生死存亡间的一线机会 名誉又怎么会客气 如果不是之前 被那灵兽吞噬掉一部分精神力 外加上三分之一的瘦血精华 现在的他 哪里会如此忌不择食 明知道眼前这是一具人类舞者的身躯 但名誉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在闯入阴重脑中 只迟疑了那么一瞬 便疯狂地向阴重的脑海深处扑去 与兽族不同的脑中结构 舞者在未进入到恋神期之前 脑海中也未曾开辟出独立的空间 所有的一切都在那片混沌的大脑中 除了各种记忆和精神力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灵魂意识 就寄存于此 现在阴重的意识力 已经沉入到了身体之中 全力运转灵气 恢复周身伤势 俨然还未发现危险的到来 闯入到这里的名誉 本来还在考虑着 如何闯入石海 可是真正来到脑海深处 却发现 根本就没有什么类似石海的存在 虽然灵魂之外 有着一些精神力保护 但是这种保护 对于明玉来说 就显得太过微弱了 短暂地吃惊过后 明玉凝笑着静止冲出 那灵魂体 直接扑向了阴重 直到最后一颗阴重 才震惊地反应过来 虽然它疯狂地运转 自己那并不多的精神力进行抵抗 却被明玉轻易破开 并且疯狂地吞噬起阴重的灵魂 虽然幽冥兽的能力是吞噬 可是像明玉这种层次 最多只能吞噬血肉精华 面对灵魂这样的存在 它反而无能为力 不过明玉不在乎无法吸收 它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对方的灵魂完全抹杀掉 如此一来 这片脑海自己便可以占据下来 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只不过阴重的特殊反应 周围那些正在全力疗伤的人 根本未曾发觉 它就这样在尸体堆中 痛苦地挣扎着 就像它突然之间转醒那样 这个时候的全力挣扎 又再次安静 同样无人察觉得到 灭杀一道没有多少精神力的灵魂 对明玉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而接下来占据身躯 对它来说 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因为这并不是幽冥兽的躯体 甚至不是兽族的躯体 所以 明玉带着几分紧张 开始尝试着融合进入脑海之中 在融合的过程中 明玉惊喜地发现 这身体之中不仅存在了大量的兽能 而且 这具躯体 明显与其他人类舞者不同 这具躯体的血肉之中 已经融合过了兽族的精血 而且那气息 似乎就是来自幽冥一族的精血 如此一来 融合的过程 反而比明玉想象中 要容易太多了 在融合进入对方脑海 掌握身躯的过程中 明玉也在尽量地 融合对方残存的记忆 虽然随着灵魂的消亡 脑海中的记忆 开始慢慢地消散 但是在明玉全力吞噬融合下 还是有一部分记忆力 被其融合到自己的灵魂中 这身躯 经过特别的改造 与我们幽冥一族有些联系 不过要想彻底变成适合我的容器 还必须要经过更加彻底的改造才行 在融合的过程中 明玉对阴重的这具躯体 也了解得更多 虽然有不小的困难 但是更多的反而是惊喜 不过很快明玉 也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这躯体周身的伤势很重 可是出于一种本能 即使在阴重昏迷之中 灵气仍然在下意识地运转 虽然不能修复伤势 但是却能够控制伤势的恶化 阻止血液大量流失 如今阴重的灵魂被灭杀后 这种对身体和灵气的掌控完全丧失 伤势反而在不断恶化 鲜血流失的量 也变得越来越多 掌握身体的明玉 很快就发现这问题 可是 他对于这种情况 却没有办法 毕竟他之前是彻彻底底的兽足 对于人类的了解 就只限于是一种非常好的粮食而已 眼看着伤势再不断恶化 若是不尽快阻止 相信这身体要不要多久 便会彻底走向死亡 迟一半上 最后明玉终于做出决定 既然自己已经决定这具身躯 那么无论如何 就要将之保全下来 而且明玉相信 这对于自己 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兽足修炼到最后 都要进入化形 如果是一般人类舞者的身躯 即使被占据了 很快也会因为灵魂和肉体 无法相容 而彻底消亡 眼前这具躯体却非常特别 它经过了特别的改造 已经融入了幽冥一族的血脉和兽 能而未曾死去 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灵魂在融入其中 几乎可以保证 能够存活下来 如此一来 自己虽然修为没有达到 但却等于已经获得化形的这个结果 如此一来 也将为自己奠定成为至高强者的基础 衡量完这些后的名誉 也彻底下定了决心 随后 它的灵魂便转动起来 一丝丝带着金色光泽的雾气 自其灵魂深处散发了出来 这些用来保护灵魂的黄者血脉 到了这个时候 它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吝啬 而是直接将其释放出来 并且融入到阴重的身体之中 随着那些金色雾气 扩散进入身体各处 阴重的身体 立刻就开始有了变化 那本来还在鼓鼓流淌的鲜血 迅速被止住 不管是身体之内 还是外部的伤势 都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修复着 而且 这种修复还只是刚刚开始 随着金色的黄者血脉融入 阴重这具躯体 立刻开始了新的改造 本来还在四处缭绕中的黑物兽能 不断地与本身的灵气产生融合 与此同时 那金色血液 也在与阴重体内的受血精华融合 并再一次对肉体进行改造 显然这种变化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阴重非常小心地控制着 释放出去的黄者血脉 同时仔细观察自身的变化 当茗玉感觉到 伤势已经得到控制 并且已经不会影响自己正常行动后 他便停止向外室放黄者血脉 这当然不是他舍不得 而是目下时间地点都不合适 缓缓睁开双眼的阴重 整个人由那儿外的气质 都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 尤其是那双冰冷的眼眸中 闪烁着残忍嗜血的鸿芒 随手将周围的尸体推开 阴重缓缓地起身 从尸体堆之中站了起来 这一刻的阴重 虽然看起来明明是人类 可是那由那儿外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根本就是一只凶残的野兽 悄悄抬头 向着上方看了一眼 阴重缓缓开口 不知是否对身体掌握得不够好 此时阴重开口说话 语调和吐字都显得有些别扭 从获得这句身躯的记忆中 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左风 我会记住你的 我的仇 还有我得到这句躯体的仇 会有机会跟你一并清算的 咱们走着瞧 虽然眼前是浓浓的白色雾气 可是那阴重的目光 似乎能够穿过重重雾气的阻碍 直接看到上方的左风一般 缓缓转身 阴重踏着无数人类舞者 和幽冥兽的尸体 快速地向外侧走去 很快 他就来到了浓雾的边缘 这一次 没有受到阵法的阻碍 也没有遇到重重的黑雾 而是看到了一大批舞者 心中一沉 明玉想不到 外围竟然还有如此多的舞者 而且看到密密麻麻的舞者 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他立刻就紧张起来 守在外面的这群舞者 大家只是稍微一愣 便立刻动了起来 只见人群缓缓分开 迅速让开了一条道路 见此情景 刚刚获得身躯 根本无法战斗的明玉 哪里还会迟疑 立刻沿着那条路冲了出去 本章完 舞逆焚天 第2159章 灵志出城 作者 风橘子 关于灵兽 有一种说法 它是兽族之灵 以规则之力为基础 衍生于无尽空间之中 它的强大 甚至与修为无关 而是其存在本身 不过 灵兽也有其缺陷 那就是 灵兽之灵 来自于天地规则 却对于灵志方面 存在有一些缺陷 不是说灵兽不具备灵志 而是它的灵志 不同于人类的灵志 单纯而缺少心机 这才是其最大的问题 本来灵兽应该 是与规则之兽猎天 同等层次的存在 可是最后 却是直接在昆悬大陆上 彻底绝技 与它本身智慧上的缺陷 不无关系 只看眼前的这只灵兽 其实已经不难窥见出 一丝端倪 在它进入到 冥战脑海中的时候 其实就是被单纯地吸引 它感觉到 其中有自己需要的存在 因此便毫不犹豫地来了 冥战对其发动攻击前 灵兽并未表现出 任何情绪波动 直到它被 石海中幽冥一族的 先祖之力攻击 这才给予对方还击 当然 它来到这片脑海之中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获得 石海中的传承 因此 它后来吞噬石海的行为 仍然只是出于一种本能 本来明玉就乖乖地站在那里 并不会给自己惹来任何麻烦 可明玉偏偏鬼迷心窍地 要得到这只灵兽 先抛开这灵兽的孕育过程中 它并未参与过任何一点 哪怕就是这灵兽 是诞生于天地之间 到了这个时候 它想要获得 也已经晚了 明玉的行为适得其反 不仅没有与灵兽达成联系 反而还勾起了灵兽的食欲 刚刚吞噬过石海中的 那些幽民异族的传承 就让它尝到了精神力的味道 灵兽感觉到 现在自己非常需要这些能量 便循着味道找来 在石海之中 与外界隔绝 明玉偏偏又自作聪明地 以精神力传递讯息 那灵兽根本不是听从命令 而是受到精神力味道的吸引 走出石海 对于灵兽来说 它现在根本就没有生命的概念 更不了解什么善意和恶意 只知道凭借本能去判断要获得什么 很快就确认了 明玉灵魂之中的味道 当下就开始不断地吞噬起来 就在吞噬之中 灵兽又发现了 极为适合自己的黄者血脉 目标又迅速转为黄者血脉 关键时候 明玉果断牺牲掉大量的黄者血脉 这才为自己争取来了一线生机 灵兽本身又并不会针对明玉 因此眼看着明玉逃走 也并未主动追赶 而是继续四处搜寻那些 被抛洒出来的黄者血脉 吞噬黄者血脉的过程 并未持续太久 可是因为黄者血脉 抛洒在周围各处 如此一来在吞噬的过程中 灵兽也将契阶幽冥兽的血肉 也一并吞噬进口中 那冥占的血肉之中 混合进入了黄者血脉 因此 灵兽在吸收的过程中 自然也有了发现 不过灵兽感到奇怪 为什么这么大的躯体之中 反而拥有的那种金色血脉 要更少 又吸收了一部分 金血和血肉后 灵兽再没有发现 有黄者血脉 他这才有些失望地放弃 似乎也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随即缓缓地 从明湛的脑海之中 飞了出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左蜂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变化 面前的明湛释放的兽 能开始变得涣散 其中释放出的束缚之力 也在不断地减弱 刚刚已经看到了 那明浴的灵魂飞出 然后又慌忙地向着远处逃走 这反而让左蜂没有轻举妄动 直到那兽能 已经在无法困住自己 明湛的身体 甚至已经无法浮于空中 慢慢地向下方落去 左蜂这才摆脱束缚而出 一道橘红色的身影 自明湛脑中飘飞而出 那本来是一道虚影 可是在出现之后 便开始慢慢变得凝实起来 不仅如此 在他变得凝实的过程中 那道身影也在慢慢变大起来 如此一来 其五官容貌 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当那橘红色的身影出现的时候 左蜂便已经知道 那就是自己孕育出来的兽灵 只是让左蜂感到奇怪和惊喜的是 在明湛脑海之中 最后存活下来的 反而是这个小家伙 带着满心的好奇 左蜂下意识地将念力送出 朝着下方的明湛覆盖过去 当念力笼罩明湛的身躯时 左蜂的脸色 也立刻变得怪异起来 让他难以理解的是 这么短的时间里 明湛的大脑 竟然已经被搜刮一空 甚至包括石海之中 也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与其他人类不同 左蜂可是了解幽冥兽的一些隐秘 尤其是左蜂不仅清楚地知道 而且刚刚就曾经感受到了 幽冥一族老祖留下的传承之力 那是幽冥一族老祖 为了保证自己的传承 不被外族获得 通过血脉延续下来的规则之力 其强悍程度 绝对足以瞬间绞杀左蜂 但是现在那石海中空空荡荡 显然明湛的石海 若不是被毁掉了 那就是其中的所有传承 都被搜刮一空 看着那石海的避障 仍然完好地保存着 不难猜到实际情况 应该是后者 再加上之前茗玉的灵魂 慌张逃走的模样 左蜂的目光 又再次落在了眼前 那道橘红色的身影处 既然是他 这 可能吗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但是左蜂却根本不敢相信 因为一切变化 都出乎自己本来的估计太多 明明当初跟我说 这兽灵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武技 只要自己以心神控制 便能够发挥出 极为强横的攻击手段 可是我到现在为止 可是没有给他发出过任何的命令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 他使用出什么攻击手段 还有 还有 这眼神是怎么回事 心中充满疑惑地思考着 左蜂却忽然发现 面前那道身影 此时 正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 那眼神之中 隐隐有着几分渴望 又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的意思 如果让左蜂来形容的话 眼前这只兽灵仿佛见到一桌可口的美食后 非常希望饱餐一顿 可是又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而不能随便下口 左蜂当然不知道 眼前这只灵兽 其实正将左蜂当作了一味绝佳的美餐 在探查正在缓缓下落中的名战之时 左蜂将自己的念力释放开来 灵兽也立刻灵敏地察觉到念力的存在 不仅感受到了 而且灵兽对其还非常喜欢 出于一种本能他知道吞噬这些念力 会对自己有极大的好处 可是灵兽也只是有这种念头和想法 却并未将之付诸实施 因为他除了感觉到那念力非常诱人 同时他也对左蜂有着一种本能般的清静 而且知道自己不能随意地吸收那些念力 这会对左蜂造成伤害 眼前的这只灵兽 虽然还只是刚刚孕育成形 或者说还没有彻底成为完整形态 但是他却对左蜂有着一种天然的清静 不愿意做出任何伤害左蜂的举动 在其还寄宿在左蜂脑海中的时候 这灵兽便只有在念力完全运转时 才会吞噬吸收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是他认为念力已经达到了饱和 自己此时吸收一部分 不会对其造成影响 一旦念力没有权力运转的时候 他又会立刻停止吸收 左蜂 城主 段月瑶带着几分哭腔的声音陡然响起 那声音带着几分震惊 可是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喜悦之情 随后响起的两道声音 是唐斌和伊卡利 他们两个也同时有声音传来 看得出来他们两人只是吃惊 却并不太震惊 似乎左蜂能够化解危机 才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其实这种想法有些不讲道理 他们两个人 一个玉器中期 一个玉器后期 连他二人合力都无法抵住的七阶幽明兽 却是被左蜂解决掉 十分合理 当然 不管是段月瑶 还是唐斌 伊卡利 都还是最担心左蜂的安危 如今 他们亲眼看到 左蜂不仅安然无恙 甚至浑身上下 根本找不到任何的伤痕 向下望去 能够看到 正在缓缓下 坠落入浓雾中 七阶幽明兽的身影 大声喊出左蜂的名字后 段月瑶整个人 就已经急速地冲出去 看那模样 竟然是将全身修围都用了出来 碰 还未等左蜂反应过来 飞驰而来的段月瑶 便已经直接撞入左蜂的怀中 毫无准备的左蜂 顿时被搞得手足无措 虽然温香软欲美人在怀 尤其是胸前那两处 视人苏骨的柔软 让左蜂差一点星号出声 但是那一撞之力 还是稍微重了一些 段月瑶却是不管不顾 直接挥舞着拳头 就这样抱着左蜂 开始垂击起来 对此 左蜂也是充满了无奈 更要让自己全身放松 要知道 他光是肉体修为 就有五阶巅峰的兽足实力 若不彻底放松下来 光是这种垂击段月瑶的小手 也要受伤 这边段月瑶不停地挥舞着拳头垂击 左蜂却只能满脸尴尬地安慰着 可如此一来 身边不远处的那灵兽 却露出了不愤之色 本来还清澈的双目之中 渐渐开始变得冰冷 灵兽微微一动 就朝着左蜂飘来 他刚刚一动 左蜂马上就察觉到了 尤其是在看清对方的眼神后 左蜂心中更是意境 匆忙将段月瑶推开 张开双臂挡在了段月瑶的身前 那正在缓缓靠近过来的灵兽 却是不禁露出一丝亚色 刚刚他感觉到 有人在伤害左蜂 出于本能他 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可是此时看到左蜂的反应 他那刚刚开启还不多的灵智 就又陷入迷茫之中 本章完 《舞逆坟天》 第2160章 任性小孩 作者 蜂橘子 被左蜂一把推开 段月瑶先是一脸的错愕 随后满脸羞怒地朝着左蜂望来 自己一个女孩子 都已经不顾矜持 竟然换来如此结果 这让自尊心极强的段月瑶 羞怒不已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发作 视线却在不经意间落在对面 一道十分怪异的身影之上 包括唐斌和伊凯丽在内 他们都因为 对左蜂太过关心 反而在来到之后 直接忽略了那一道 诡异的灵体的存在 不过再段月瑶 察觉到那身影的时候 唐斌和伊凯丽已经先一步有所觉察 而且看二人的脸色 明显对那灵体表现出非常慎重的态度 这到底是个什么存在 左蜂目光谨慎地望着那轻轻拍打着翅膀的灵体 声音凝重地问道 让唐斌和伊凯丽感到恐惧的是 眼前这灵体 他们看不出对方的深浅 但是却能够从其身体之中嗅到一丝危险的味道 似乎没有听到唐斌的询问 而他的目光也不断在左蜂与段月瑶之间游走不休 似乎正被某种问题困扰着 看到对方如此模样 左蜂也稍稍放松下来 心中也同样对眼前这灵兽充满了好奇 你 你是 左蜂想要试着询问 可是开口后才想起 这就是一只兽灵 自己与他沟通 好像实在有些可笑 可是那对面的橘红色灵体 却露出了一丝回忆的神情 在他那本来不多的记忆中 寻找了片刻 就忽然想起 之前有个家伙问过自己 你到底是谁 于是 他将左蜂的问题 与之前鸣战的怒吼 联系到了一起得出结论 这两个是同一个问题 然后他开口回答 兽灵 灵兽 这回答的声调怪异 可是土字还是比前一次要清晰得多 而且最大的不同是 他这一次前两个字和后两个字间 明显地有了一次停顿 望着眼前的兽灵 左蜂却是不经意间 将注意放在后面 兽灵这个称呼他已经早就知道 问题是 后面的这个称呼左蜂 却还是第一次听到 灵兽 难道是除了妖兽 魔兽和凶兽之外的一种存在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啊 心中还在迷茫之中 却突然听到 身后段月瑶惊讶地喊道 他 他怎么和你以前的容貌一模一样 唐斌和伊卡丽都露出了错愕的神色 虽然仔细观察会发觉 那眉眼之间 与左蜂还有着三四分的相像 可不管怎么看 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他们两人是在局城才认识的左蜂 当然不知道 当初左蜂的容貌如何 而左蜂却是有些迟疑地点头说道 的确是与我当初的容貌很像 应该是因为当初融合了我的一丝灵魂 才变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 兽灵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左蜂介绍到后来的时候 自己的声音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小 因为连他自己都已经没有信心了 兽灵 你说 他是兽灵 唐兵嘴角扯了扯 特意再次向左蜂确认了一次 显然唐兵对兽灵 还是有些了解的 很明显 这与唐兵所知的兽灵 也完全不同 在众人紧紧盯着灵兽的时候 他却已经将目光转开 缓缓地朝着周围望去 似乎有其他的存在 将其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只不过 周围出了重重叠叠的雾气 再无法看到其他的存在 而灵兽似乎就是在关注周围 缭绕着的浓雾 在大家充满好奇地望着灵兽之时 突然那灵兽便张开了嘴 随即强横的吸扯之力 从其口中释放而出 如果换了名战和名誉看到这一幕 马上就会知道 灵兽想要做什么 可是在场这些人 却依然是不解地观察着 只见周围的白色雾气 翻滚着 向灵兽聚拢过去 随后就争先恐后地涌入其口中 唐兵等人 还在呆呆地出神 可左锋已经立刻反应过来 住手 住口 快住口 左锋大声地喊叫着 可是那灵兽压根 就像没有听到一般 仍然在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白色雾气 他在做什么 段月瑶轻声开口 现在的他已经明白 左锋刚刚的举动 并不是要拒绝自己 而是想要保护自己 对于左锋刚刚的举动 他虽然已经释怀 但是心中还是忍不住有那么一丝失落 现在众人都在关注着那只灵兽 他当然也非常好奇 尤其是因为那灵兽的长相 几乎与当初的左锋一模一样 听到段月瑶的疑问 左锋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家伙他正在吞噬阵法 吞噬阵法 震惊与疑惑 使得唐冰 伊卡利和段月瑶同时开口 他们无法理解 这世上有什么是可以吞噬阵法的 因为阵法的基础是有形的实物 而阵法本身却纯粹是无形的能量 甚至已经不能用能量去形容 因为当阵法基础内的能量 经过大阵释放出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一种规则之力 如果按照左锋的话来说 此时的灵兽分明就是在吞噬规则 这可能吗 大家心中都在如此想着 可是左锋却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 并且缓缓地向前靠近过去 与此同时 左锋抬起双手 快速地在面前点动起来 每一次手指点出 都会携带着一丝丝的炙热灵气 并且指尖落在空中的时候 已经凝聚出了一道符文 数十个符文 几乎在一息间便凝聚成形 伸手一捏那些符文 便直接组成了一道小阵 再次看了一眼那灵兽 确定那家伙 不会听从自己的吩咐后 左锋这才将面前的阵法推了出去 那阵法快速而出 静止朝着那灵兽落去 在飘飞的过程中 那阵法便已经开始不断扩大 最终将那灵兽直接笼罩进入其中 这道阵法出现后 瞬间就将那灵兽笼罩在了其中 这阵法展开后 直接将灵兽与外界隔绝开来 那漫天的白雾 也因为失去吸扯之力 又再次消散开来 大张着嘴的灵兽 露出了一丝错愕之色 随即不禁眉头皱起 缓缓地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左锋 灵兽脸上的表情非常简单 就像那孩子被人拿走了心爱的玩具 剑已经阻止了灵兽 左锋这才再次开口 说道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兽灵 如果是就要听从我的吩咐 这阵法对我还有用处 你不能将之吞掉 嘴巴微微动了动 看他表情好似非常不满 又好似带着一丝不屑 略一停顿便 突然开口说道 灵兽 第一次提到灵兽的时候 左锋只是稍微留意 但是因为对这个称呼毫无印象 也就没有放在心里 可是此时对方再次提到 而且表达得非常清楚 就是简单的灵兽两个字 这边左锋还在搜长瓜度地想着 这灵兽到底是一个什么存在 却见到对方火红的翅膀轻轻一扇 左锋搭建的阵法便直接燃烧起来 本来左锋利用的是火属性灵器 搭建出来的一道阵法 短时间内可以彻底隔绝阵法的效果 因为动用的是远古符文 所以释放的威力自然也非常大 可是现在一道火属性阵法 竟然被对方点燃 彼此艳丽间的差距可想而知 左锋心中已经浮现出了两个字 天火 也只有那传说中的天火 才有如此大的威力 灵兽却已经狠狠地一吸 便将燃烧中的阵法给吞入口中 随后好似示威般地瞪着左锋 狠狠地咀嚼起来 那副模样 分明就像一个熊孩子故意违反大人的规定 然后还在那里示威 看到这一幕的左锋 感觉有些哭笑不得 却偏又有种无力的感觉 这阵法 你看这些阵法 是我搭建出来的 左锋先是指着周围那些白色的雾气 然后又指了指自己说道 顿了顿 又立刻指向周围接着说道 你看到的这些阵法 我现在还有用 所以 你必须要给我留下 不能吃 不能吃掉 左锋说到最后时 手指向着自己张开的嘴里指了指 像急了是在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沟通 眉头微微皱起 灵兽这一次露出的 并非是迷茫之色 反而是撅起嘴来 一副非常不满的表情 不能吃 绝对 伸出手来在面前轻轻地摆动着 可是左锋还没有说完 就见那灵兽已经张开大口 比之前还要强烈数倍的吸扯之力猛地抱涌而出 这样的吸扯力 顿时让整座阵法都被搅动起来 左锋手击眼快地拉住 已经要被吸过去的断月瑶 快速地朝着身后飞退开来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必然会受到那吸扯之力的影响 同样察觉到 那吸扯之力非常恐怖的唐冰和伊卡利 也跟着左锋退了开来 三个人见到这一幕 都不禁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左锋 此时的左锋一张连满 是尴尬和郁闷 稍微犹豫过后 这才说到 你们可能不相信 这家伙是我宁愿的兽灵 可是 可是 连我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最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 这完全就是一个任性的小孩吗 听左锋如此形容 三人不约而同地 朝着远处那正在吞噬阵法的身影望去 嘴角也不自觉地被牵动 心中却是有两个字不断地回荡着 小孩 本章完 作为独播剧场——